評論完畢,令定期繼續討論 二,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警述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提案三案,均照案通過 宣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或遺漏 好,如果沒有,我們就議事錄確定 我們現在介紹列席官員 首先介紹司法院林警方秘書長 刑事廳蔡彩珍廳長 司法行政廳林瑞斌廳長 法務部羅部長請假 由陳明堂次長代表 檢察司林邦良司長 于立貞副司長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謝碧蓮檢任秘書 財政部國庫署 烟酒管理組 謝志東組長 內政部地政司林家正檢任視察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紀明謀副局長 交通部杭政司楊博文檢任記證 好,以上是介紹列席的官員 我們今天審查 委員顧綠雄等32人擬據 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並繼續審查委員林維中等18人 擬據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顧綠雄等30人擬據 中華民國刑法第38條之3條文修正草案 及中華民國刑法施刑法第10條之3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曾明忠等16人擬據中華民國刑法第40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顧綠雄等31人擬據法院組織法徵定第14條之1條文草案 與繼續審查委員蔡玉宇等17人擬據 刑事訴訟法第17條條文修正草案等案 其中第2案第6案本會分別於4月28、5月4號的本會期第19及第21次會議進行審查 決議另定期審查 今天先就新增議案進行提案說明及尋答 採綜合尋答逐案處理方式進行 我們現在先請提案委員來做說明與報告 我們首先請提案人顧綠雄委員說明第一案、第三案、第五案 一併說明時間8分鐘 主席、各位同仁 我想會來幫忙擬據這個相關的刑事說法 以及相關刑法的修正草案 還有相關法院組織法的14條之一條文的修正 在我看起來是一個美麗的意外 因為並沒有想過 所以我來做這個提案 那我在進到立法院之前 我事實上也說真的也不是非常的清楚 在上個會期就透過刑法的修正 會把沒手搞得這麼複雜 那麼 不過既然已經搞得這麼複雜了 我想我們這個委員會呢 就必須應該運用大家的專業 來把它擬到一個 雖然不能夠達到大家都能夠滿意 但至少也要達到大家都能夠接受的一個程度 那麼保全扣押的 搭配了原來刑法在7月1號要修正通過實行 以及已經經過委員會審查 通過了相關的刑事說法的修正草案的這個配合 來提出這個草案 其中有一個最大的進步在我看起來 當然就是對扣押的實施令狀主義 那對於很多不是念法律人來講 令狀主義是一個很陌生的名詞 但是對於長期在食物界奔波 怎麼說呢 有一段不堪回首的這些記憶 對於實施令狀始終是一個夢想 在所有的檢察官的強制處分上面 所以這一個部分的令狀 由我來協助司法委員提出 這當然是我一個榮幸 那實施令狀的過程當中 在每次的強制處分修正的時候 相關的強制處分在通過修正要採令狀的當下 都會有遭同不同程度的抗拒 不管是積壓 不管是搜索 那乃至於就我的理解 當時在監聽的時候呢 實施監聽 要經過法官的令狀的時候呢 也有相當程度的論辯 那扣押 經由這一次的刑法修正 本來是沒有去討論到 有關扣押要實施令狀的問題 但卻在這一次呢 因為要進行對第三人的保全扣押的問題 而要討論到令狀 這當然是我很高興能夠看到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進入竹條之後 難免會有公訪 那麼我也相信 在立法院這個場域裡面 一個不純然是一個法律的專業或法律的理想 它可能帶有一定程度的妥協 只是在這個妥協的當下 我們還是必須要維持一個專業的高度 所以也許在0到100中間 我們沒有辦法達到100 但我相信我們應該維持在一個60分的底線 那至於 強制處分專庭 事實上這一個議題 從99年 從1999年的全國施法改革會議 就已經討論到現在 那麼有人說 強制處分的專庭不好 因為 就是那樣的法官 在做強制處分的決定 他們會做什麼樣的決定 因此就可以被預測 裁量的標準就會其一 準或不準 大家很容易猜得出來 但1999年當時 我們想要爭取的是審判獨立 法官獨立 到了2016年的時候的現在 我更看重的是對法官的究責 對檢察官的究責 這所謂的accountability的問題 accountability 是我們當下審判 當下司法改革最重要的課題 我進入立法院 進入司法法治委員會 我要的 我要的司法改革 就是如何建立一個accountability的制度 我可以在這裡很明白的告訴各位 告訴在座的司法院跟法務部的 不管是520前520後 堅持的目標就是accountability 一個這麼有龐大權力的司法官員 不管是法官 不管是檢察官 沒有accountability 所有人民對於審判的期待 都會落空 所以 強制處分的專庭 我要的 背後的真正原因就是accountability 我要理解 我要理解 你們的羈押的水準 你們羈押 判斷的基準是什麼 我要了解你們核發監聽票的基本的基準是什麼 我要的也同樣 在日後現在是即將實施令狀的扣押 所同意的基準是什麼 對於這樣的一個基準 的一個 合乎 合乎 在人權的保障 以及追訴犯罪的這樣的一個平衡 作為一個法官 作為一個法官 他審查的基準究竟是什麼 這一件事情 我們一定要讓全部的國人要能夠知道 那對於這樣子的一種專庭 對於這樣一個專庭的設置 有任何任何的困難 我們大家可以提出來討論 我們大家可以提出來討論 但我認為這一步 終究要藉著這一次 在我看起來是一個 意外 一個美麗的意外 我們踏出這一步來看看 強制主婚專庭 那麼實施的成效 會是如何 會是如何 那日後 我也會 針對檢察官的究責機制 這包括 這包括就是說 現在偵查檢察官 到公訴的檢察官 到二審 一審公罪檢官 到二審公罪檢官 到三審公罪檢官 全部都不同意 起訴之後判了無罪 沒有人為此付出任何一絲一毫的代價 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就好 都沒有 這一件事情 也是我念之在之 我希望 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來達到我們世話改革的下一個階段的目標 就是accountability 好 謝謝 好 謝謝顧委員的說明 我們接下來請提案人 曾明中委員說明 曾明中委員 曾明中委員 曾明中委員不在 我們接下來進行報告 首先請司法院林秘書長報告 請請審承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先生女士 大家早安 我現在就 今天要審查的議案裡面 以往沒有報告過的 也就是 顧委員三十人 尼拘的 對不起 行事訴訟法部分調文修正草案 还有中华民国刑法第38条之三修正草案 还有刑法施刑法第10条之三修正草案及曾委员等 拟据的刑法40条修正草案来做一个报告 另外在就刚刚提到的法院组织法增订的第14条之一 也会做一个说明 那今天这几个有关于刑事诉讼法跟刑法的修正草案 顾委员提到的刑事诉讼法的部分 配合去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刑法 扩大没收的范围 新增以追征为没收替代处分的一般性规定 而且以前所制定的其他法律 关于没收跟追征等替代处分的规定都不再适用 因此就增定这个保全 追征的扣押规定跟建构扣押相关程序的规范 来因应这样关于刑法 关于没收制度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变革 并且完备扣押相关的程序 那这样的一个修正的草案 跟宪法保障人民财产权 应遵守的正当 还有应遵守的正当法律程序的意志相符 也落实了被害人保护优先的原则 我们当然给予支持 那至于刑法38条之3 跟施刑法第10条之3的修正草案 我们这是配套的一个措施 那我们也表示支持之意 那至于委员曾明中等人所提的 刑法40条的修正草案 那这个我们在刑制诉讼法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也就是禁止双重危险 或是一事不在理 或称为一事不在理的原则 那刑法修正后 没收虽然是独立的法律效果 但是它的性质仍然不失为 刑事处分的一种 它的原因的刑事违法事实 既然曾经判决有罪确定 就不容再重复的裁判 那警察官就同一事实 不得重复的追诉 这个曾委员的这个草案 曾列得为单独宣告没收的事由 换句话说 检察官可以对 曾经判决有罪的事实 再具申请没收 那就有违反一事不在理原则的疑虑 跟一般两公约所揭示 保障同一行为 不受重复的追诉 审判的精神不尽相符 所以我们认为有在斟酌的余地 那至于顾委员提到 刚才也就一个说明了 有关于增设强制处分专庭的部分 你一句的法院组织法 增定第14条条文 这一列 这个就是委员提案 增设强制处分专庭 虽然兼顾强制处分 核发时的时效跟它的专业性 标准也会一致 也较为透明 利益是非常好 但是从实务上面的评估 增设强制处分专庭 可能就是主要有几点需要考虑 第一个就是专庭的类别太多了 依照目前的各法院的事务分配的办法 现行的民刑事专庭 一共是15类 那其中刑事专庭已经有7类 那如果在增设强制处分专庭的话 那刑事专庭会多达8个 太多的专庭 使强制处分的专庭 都仅仅是众多专庭之一 同一法官 可能同时兼办 诉专庭的事务 所以难以凸显原来专庭专办的一个诉求 专业性的理想反而不易实现 难符合外界的一个期待 因为毕竟一个法院 虽然法官里面还分作办理 民事 刑事 少年 家事 民事强制执行 有这样的一个分工 那所以分到刑事庭里面的 如果再设一个强制处分专庭的话 那也在现有的这么多个专庭里面 要分出一个人 一个一庭的人力来专办强制处分 实在讲是 人力是非常的窘迫 那一定势必的 必须一个人要兼办好几个专庭 所以希望能够达到专庭 反而是不专 那第二个就是实务上运作的结果 会产生 这个法官专业久任 不容易实现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因为现行的法官人力是 窘迫 为了有效应用人力 强势处分专庭的法官的人数 势必是有限 不可能无限的增加 那这一类的申请 又都具有时效性跟甚至随时随办 而且呢日夜都要收案 都有法这个专庭的法官来负责 像24小时轮值待命的结果 可以预期会长期的造成 法官身心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久任的意愿必定低落 流动一定会频繁 那专业久任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就难以实践 那这个 另外也可能就是 也会造成一个 因为强制处分专庭负责 所有那个令状申请的审查 那这一类案件的性质 都是侦查前端 或是侦查这个重要的一个阶段 那可能影响案件以后侦查的结果 如果是由少数的一二庭 一两庭的法官 来负责所有强制处分案件的审查 容易造成权力过于集中 风险失控 难以制衡的一个结果 那所以基于实务上面运作的这个困难 我们司法院认为 目前有一个替代的一个方案 就是我们 如果不设一个强制处分的专庭 但是要凸显这个强制处分 审查的重要性跟专业性 因为现行的法院组织法 十四条已经有设置专业法庭的规定 法院的基础已经具备 如果要设置的话 可以折中在事务分配的办法里面 来增设十三条之一 来内容就是说 侦查中强制处分 申请案件 应由办理刑事事务之法官审核 但司法院得势 法院人额及事务的反检 排除适用的法院 这个案件的审核 适用的法院要指定 适当的人数的法官的办理 那期间不可以少于六个月 像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替代的一个方案 来办理 那强制处分 由专人专办是一个理想 专庭或专股 其实专股来办理 也可以达到专庭的一个目的 那还请 但是在可以避免掉小型 比较小型法院的人力调配上的困难 同时保有弹性 不至于影响到其他审判案件 其他审判事务的一个审理 那还请委员来指教 那以上报告 好 谢谢司法院林秘书长 接下来请法务部陈次长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先进 那今天荒谣 第二期司法局华制委员会 审议孤立雄委员等 还有曾明忠委员等 所提的行事用法 还有刑法等的修正 有关于第一个 有关于孤立雄委员等32人 所拟据的行事用法 部分条件修正查案 在这一部分的话 刑事案件在侦查审理中 如果未能及时保全 扣押相关犯罪的不法所得 等到额后判决确定以后 被告或第三人的犯罪不法所得 恐怕已经脱禅或花用殆尽 这也是过去未能所过病的地方 所以这时候无从执行 无法达到 没收犯罪所得的不法目的 那顾委员等所提出的 这个修正查案呢 是对保全扣押等等 有一些有配套规定 本部是干什么的立法方向 但是相关的有一些遗例 我们在书面报告第一页 第二页里面有说明 请参阅 第二有关顾立雄委员等 所提出的行刑法第38条之三 修正查案 及实行法第十条之三的修正查案 这一部分的话呢 其中增加了 对第三人没收标的的 全力不收影响 我认为说 全力是指同一个人 是指同一条 同条第一项的这个问题 是有没有必要增加 我们在书面报告也提出来 请参阅 有关于正明中委员等 所提出的 行刑法第十条修正查案部分 有罪判也确定以后呢 才发现有不法所得 为了公平正义 落实任何人都不能够保有 犯罪所得的原则呢 是应该要单独 对于 单独的先高没收 同时 判决的计判例呢 是针对 犯罪事实的 具体侵犯权 而存在 才有这个所谓 判决限定的计判例 跟一事不在理 但是没收呢 已经不是 刑法的重刑 是一个独立的法律效果 在7月1号 以后新制的部分 所以本条规定可以单独先高没收呢 是针对判决确定以后 新发现的 犯罪所得 那对于 原确定判决 所确认的这个 具体刑法前存在与否 并不影响 所以呢 我们认为说 这个没有一事不在理 或是说 双重处罚的问题 那第四 有关于顾立雄委员等 所提出的法院组织 法律织法征定第四条之一 条文部 刚才顾委员 在报告里面有提出来说 设置专庭 来专责负责 尤其在强制处分前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非常赞同 因为过去曾经有 因为轮值法官 审核标准不一 包括检察官 甚至包括司法警察 都会找法官 看哪一个比较严 哪一个比较松 所以造成呢 强制处分的话呢 有标准不一的情况 那从此呢 保全扣押呢 也有急迫性 会在迅速 应该由专庭法官来审核 才符合时效性统一 标准 避免产生 这个同一个法院 因为不同的法官 而造成奇异的这个问题 也对于司法公信力 这个要求呢 会有断散 同时呢 为了法官保留的原则 欺事跟要求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我们是赞同要设专庭的这个部分 那关于 可能会增加法官的饶会 事实上检察官的饶会 检察官的这个压力 也不亚于法官 尤其最近近十年来 这个在前端 也就是说前门政策里面呢 对于违罪不及 还起诉 职检不起诉 等等呢 已经减少了很多 进入到法院刑事审判的范畴 这个从统计书是上次可以显示的 所以 但是呢 检察官的量 并没有减少 我们也是努力从工 因为我们的 这个既然是有 刚才顾问也提到说 有比较大的权力 那 所以总要负担比较大的 这个责任 那将于关于将来 郭委员所提到的 究责的部分的话 在司法改革 额后司法改革的议题上面呢 我们也赞同在 做相关的这个讨论跟意见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也认为说 不宜以工作劳费呢 就来这个 对于专庭的这个设置呢 来表示反对 那关于这些修正草案的部分呢 在过去这一两个礼拜来 那也成本委员 还有司法院这个相关机关的这个配合呢 我们也做会前的这个协商过 我们希望能够保持会前协商 相关的议案在做 这样这个本法案 能够配合7月1号 没收的新制 能够顺利实施 以上报告 进行指教 好 谢谢法务部陈次长 已经报告完毕 现在进行巡答 本会委员发言时间 因为这个案子我们谈了很多次了 我能不能征求各位委员的同意 我们本会委员发言时间就是10分钟 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 均不再延长 好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 我们就这样子处理 上午10点30分截止发言登记 首先请登记第一位林德福委员 主席各位委员同仁 林秘书长还有陈次长 是不是请那个林秘书长 请司法院林秘书长 我们不用再行礼 谢谢 林委员 早安 那个林秘书长早 林秘书长我请教你 是 因为整个司法体制来看 到底我们整个 这个传统保守的司法优点 到底在哪里 那它的缺点在哪里 它的优点就是说 它那个行手像 比如说法律的规范在它的罪行法定 这些法律的原则它是守得很紧 然后也谨守审判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证据裁判的原则这样来办 那可能造成的这个缺点 也就是说一般人常常比较会质疑司法 就是特别是在刑事案件在量刑上面 可能跟一般社会对于犯罪行为本身的评价 有一些落差 那这个是最大的被质疑的一个地方 那个秘书长 因为准总统蔡英文 所说的这个柔性司法 你认为它的优点在哪里 那它的缺点在哪里 它这个 它讲柔性司法好像没有很多的诠释 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去看 究竟它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内容到底是什么 秘书长 你认为推动整个司法改革前 是不是应该要多办几场这个公厅会 你认为有没有必要 是广听各界的意见是有必要的 那你认为有没有必要 也多办几场的教育训练才能落实 对 也要就是一个司法 国家的司法法制能够进步 除了司法人员的这个素质提升以外 很重要的就是民众的法律的一个水准 也要相对的一个提升 如果民众还是停留在古代的那个思维 有这种包亲天室对于司法的期待的话 那这样是没有办法符合 现代的司法 法官根据证据裁判 罪夷为亲 这个无罪推定 本总统蔡英文是希望说 司法院能够认同从司法消费者的角度来改革司法 将以这个柔性司法的观念来执行未来的这个司改政策 那请问对于未来的推动 那请问对于未来的推动柔性司法的观念 你认为应该要从哪里来开始着手 这个如果他定义的柔性司法是说从司法的消费者的角度来检讨这个司法的各项的制度 这项的食物运作的情形的话 如果是这样 这个有某程度我也是认同 因为我们毕竟以往的司法改革 从各种制度的这个改革 大部分是从大概就是说 食物运作者的使用方便上面 审检便 这方面来讨论来着手 那如果可以进而从人民 就使用这一套制度的这个人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也是应该是不错的一个方向 那你认为应该要怎么做法最理想 就是修正传统的保守司法 还是微调式的修正 我认为在现阶段里面可以做得到的 那大概就是说使得人民能够参与这个惩判 这样的一个制度 是让人民了解司法实务运作 最有效最迅速的一个方法 林秘书长 因为改革司法打算从司法消费者的角度去切入 然而所谓的这个司法消费者的身份 是不是有清楚的一个界定 我想他讲指的消费者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去使用这个制度 比如说走进诉讼这个被告啊 被害人啊 告诉人啊 证人啊 这些人 指的当然应该是这一部分的人 那你认为所谓司法消费者 身会应该遵循何种的这个规范 才能够充分贯彻柔性司法观念和精神 而且符合改革司法的要求 他也要了解司法的运作是怎样 法律的规范是如何 所以民众的再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 秘书长 因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 有消费者就有生产者 那请问 谁是柔性司法下的这个司法生产者 是谁 谁能够扮演 保护司法消费者的角色 听您看 这个就是监督的一个机制 这个当然 这个实务的运作是由这些 法官检察官啊律师 在执行 但是人民作为这个 走入这个制度里面的一环 那对于这个制度的整个运作 不管是老百姓的一个表现 或是司法人员的一个表现 会有公正第三人 民意接受一般的民意媒体 各方面的一个监督 那你认为又应该 要由谁来规范监督司法生产者 那当然民意监督的机关 在我们现在目前 大院民意机关 立法院 还有像监察院 他也都是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关 媒体 这些都是 那个秘书长 因为完整有规范的改革 才能务实而且贴近现实 本习其般不是这次指导式的改革 拼凑式的这个司法制度 而是创造互动 而且具有这个 这个某种程度 教化意义的司法改革 您看我呢 对 教育 有人讲到那个重点 我认同就是那个教育的那个部分 这个经由这个诉讼制度 这个实务的 这个诉讼的 这个整个案件的审理的过程 其实 对老百姓 是可以达到正面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效果 因为下任司法院院长 热门人选是施茂宁 那在八年前 这个陈梭 部分检察官 只见霹雳手段 不见菩萨心肠 也有司法人员游说 国会议员去修改法律 那 使法律失去它的安定性 所以他呼吁 应该要重视司法的内审 以及自律 请问 经过这个八年 现在的司法人员 检察官是不是 还是这样的一个习气 你的认为呢 检察官部分 我不辨自评 但是就法官部分 法官的自律 这一部分我们是 始终是非常的强调 从民国 88年司法改革以来 在法官的自律 这一方面 已经相当程度的一个落实 那个 林民主长 因为如果司前部长 未来成为司法院院长 以他这样对司法人员 检察体系的认知 会不会造成体制内 这个反弹过大 而让互动变得更紧张 会不会这个样子 这个我们不知道 因为他是不是 未来司法院的院长 到目前也不晓得 那个 林民主长 因为九年前 这个世贸宁担任 华务部长的时候 调动检察首长 人事案 遭到质疑 当时有三个人 不满调动的薪职 未被充分的尊重 那薪职也就是 有降调的意味 所以说就向华务部 请辞薪职 拒绝接任薪职 那请问当时的法务部长和 检察体系的关系 是这样的紧张 那未来 在推动司法改革 这个改革司法 难道不会发生 像这样罢工的状况吗 应您看 司法 也许大家不晓得 院长的调动 像在法院这边 在司法审判体系这边 院长的调动 是人审会在决定 这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组织 也有法官代表 然后外部的委员参加 这是一个独立运作 在司法院的人事审议的过程里面 不会发生刚才委员所讲的情形 那个 林秘书长 因为像上次这个测望高检署 检察长谢文定 这个事件 未来如果 这个如法炮制 你认为对整个柔性司法的推动 又怎么能够有所期待呢 应您看 有什么想法 这边跟那个有关检察总长的部分 我实在是不便的 来来来说明 秘书长 是 我再请教 因为特别会案 还有北海宴事件 这个法务部处理 申请退休事件 在在都可以看出 司检部长和法务部 检察体系的互动 他也用 令人不顺虚虚 这种感慨 是情何以堪 那来形容当时受到的这个对待 那请问 他变成司法院院长后 这个司检部长会不会变成 变身成半折直述 拿柔性司法改革来当借口 作为十倍百倍 混环的一个手段 你认为会不会 委员是假设他是司法院院长 但是这是一个假设 那你认为要是他真的当司法院院长 依他的这种刑事风格 你认为会不会 司法院这边 其实很多的机制 是有一定的机制在运作 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也是不是一个人可以左右的 他是有一套的机制在运作 法官参与非常的多 还有外部委员的参与 不是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的 这样喔 好 谢谢 好 请回 我们接下来请张宏露委员 时间十分钟 不好意思 我先麻烦请那个我们那个 陈次长跟我们的林师长 请法务部陈次长 检察师林师长 不用行礼谢谢 委员长 市长跟市长 那我想请教 其实扣押跟搜索 其实很多应该都是相关联的 有搜索才有可能去扣押 有一部分是不必搜索 我知道了 一般嘛 对不对 当然有一部分是不用 可是其实啊 我们刑事诉讼法第133条 第一项我规定 可为证据获得没收之物 得扣押之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搜索 常常会有一些证据的扣押 但是呢 我现在只要请教的就是说 其实扣押 然后呢 有很多的东西呢 会有变成权力的干预效益 它有时候的结果 会比搜索的那种影响的效益还大 对 扣押有一部分 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潜力 所以我们现在对扣押的东西呢 应该要慎重 因为你如果扣押的话 尤其是如果财产的话 它有时候它引起的效益 可能是骨牌 连以骨牌的效益 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人民的生命财产的话 其实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我想这一点应该不容置疑 对不对 而且有很多的情况之下 你如果扣押人民的财产 或一些不只是财产 做重要的东西的话 它有时候产生的效果呢 是不可回复性的 对没有错 所以我们要求搜索跟扣押都要慎重 要符合比例严格 同时要慎重 当然啦 但是我们也知道啦 像现在啦 这个有很多的检察官 他为了办案 为了什么 他甚至为了舆论的压力 或是为了让人家觉得 他办案有效果 其实都很多让人家诟病是 烂尾起诉 对不对 法务部也要求说不能滥行起诉 对 但是有一部分的会有这种毛病 所以刚才顾言提到说 要有究责的制度 我们法务部也是赞成的 对啊 而且啊 他起诉完了之后 如果被告被判无罪 反正检察官也没有事 这个无罪有时候是认定问题的 那但是呢 我们强调说 不要滥 不可以滥行起诉 对 我知道嘛 现行的制度是这样嘛 可是呢 如果 检察官他比如啦 我们比如他有烂诉的情况之下 他本身不会有任何影响 我们现在是有究责的 一部分的 其实当然也可以再加强 比方说现在有检察官评鉴 那如果是说过度的怎么样 这个有时候常常会送到 检察官评鉴 不过我们可以再加强 现在的制度就只有这样嘛 其实他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啦 会有送弹核的喔 那个是最严重嘛 可是到现在应该也都还没有嘛 我们要逐步的 这种案件会越来越多啦 我要讲的就是说啊 如果很多事情你们有去注意到的话 那如果像很多 比如说银行的抄贷案 对不对 你们现在的检察官扣押的证物 或是他的东西都是正本还是银本 有的有说正本 但也原则上我们要扣正本啦 对嘛 避免他再去转到其他的那个不法的勾当去嘛 对嘛 应该都是正本嘛 那有的是银本是为了做证据用 有可能有可能是只有银本 对应该重要 是个案的定 对啦 我们现在比如说以超代来讲 应该所扣押的应该都是正本比较多啦 因为他有可能去改日期 有可能改一个什么 对没错没错没错 你就没办法啦对不对 可是我们也有实力发生过啊 对不对 如果说他这个证物遗失了 导致人家后来的银行跟 跟他的客户之间的关系 他到最后他没有办法去处理他后续的问题 其实也有实力发生过 有这一块是扣押物 扣押物遗失嘛 对不对 卷证在移交之后 把人家的东西遗失嘛 对不对 也有这个实力发生过 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说 很多的证物 很多的搜索跟扣押 我个人是认为 应该是要在由法院来做 在一个第三者的一个公平的裁定 这保护人民的生命的财产 财产权 以人权的角度 我不知道法务部对这个的看法如何 因为有一些 我们是比较像是 赞同是说可以做令状 当然搭配的是这个要专庭来处理 这样比较快速 同时对证据是不是每一件都要 我们是排取比较需要没收的东西 一定要经过令状 这一点我们法务部现在是同意这样做 但是有些证据比方说只有一张纸 有一本笔记笔等等这些的话 每一件通通 因为我们要扣押的东西 有时候很难讲 那每一件都要事先令状 会有一些实物上自在那些地方 所以我们认为说 可不可以拆成两段 一般性的证据 对人民的影响力比较不大 甚至有的只有银本放着而已 类似这种可以做一种分开 但是对于可以没收的这一块的话 我们赞同是可以用令状主意 好 因为我个人是觉得说 人权的保障 应该跟追溯犯罪 追溯正义 我觉得两个应该是在天平的两端 应该是公平的 我觉得不应该是有哪一个俗众 或哪一个俗轻 这个次长应该也是 对我们同意 好 那谢谢次长 我想请那个林秘书长 请林秘书长 请林秘书长 谢谢 张委员早 林秘书长 检察官跟被告啊 应该是啊 同利于相当于当事人的地位 是吧 对 没错嘛 对在刑事诉讼的里面是当事人 对 所以我认为啊 如果说为保障被告受公平审判 宪法是权利啊 或者是啊 武器对等 他们两个是一样 所以呢 你认不认为就是说啊 对于啊 我们现在所说的财产扣押啦 或什么这些 应该再由法院 再作为啊一个重新的一个审判 对 他要扣押 他还是当事人之一啊 他要申请扣押 另外依照当事人的财产 那对于宪法保障人民财产权这一部分 当然要收到公正的裁判者 也就是法院这边的一个审核 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想请问秘书长 因为你们今天的报告啊 有什么专业法 专庭类别过多啦 什么不宜实现法官专业九任精神啊 法官新政什么什么 四大项啊 可是 如果啦 在司法院在法官 在人力足够 的情况之下 你赞不赞同说 要有一个专门的法庭 所以在实务确实在是 理论是一回事 理想也是很好 我知道 但是实务的运作上面 人力确实是一个问题 人力困窘之下 普通的案件都办不了了 还有这些强制处分的案件 我知道秘书长 我现在请问你的是 一个我刚刚有讲了嘛 人权的保障跟追溯犯罪 是不是要立于天秤的两端 对 那我说的是 你现在不考虑人力 不考虑这种情况之下 最理想的制度 是不是应该有专庭来处理 其实专庭啊 最理想的制度 就是有专人在 我们讲专庭 其实就是专人负责啦 这个是理想 对 没有错嘛 那目前我们也是朝这样在规划 对啦 我现在先请教你 是 你不能让民众 我如果遇到事情的话 很多人 我先来廟里拜拜 我希望有抽到一个好的法官 或哪个法官比较好 去庙里拜拜 甚至跟那个的 报章杂志也都有写 还有什么司法黄牛 还有什么的介入 对不对 我们最理想的情况之下 秘书长你也同意 要专庭嘛 对不对 专人啦 我认为是专人办理就 专人办理 这个最理想的情况之下嘛 所以刚刚你们司法院所说的 你看四大类 法官新政容易猜测 造成弊端 权力过于集中而致失控什么 这四大 其实我刚刚我看了啦 最主要的原因啦 应该是人力的不足吧 对 对 其实最主要是人力方面的考虑 这你零零种种的所有的 就是人力不足而已 对不对 尤其是你那种比较中型的法庭 或不是那种 他人力小的法庭 中小的刑法院 人力上面是有困难 一定是不够嘛 是 比如台东花蓮的一定是不够嘛 是 对不对 对 那所以说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追溯犯罪跟人权的保障维护 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还是觉得说 专庭的设立有其必要 那能力的不足或什么的 其实透过政府的一些 在造或透过只要有这个决心 应该很多技术面都可以做得到的 是吧 是如果委员支持 能够司法院在人员原额配置上面 能够突破总原额法的一个高线的一个限制的话 那我想这个目标就可以达到 对啦 那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努力 因为人民的权益跟你追溯犯罪 我认为都必须相当的重要 你不能够因为政府你自己的组织 你政府自己的问题 然后把人民的权益保障放在第二位 这点是我今天我觉得这个精神所在 对啊 谢谢秘书长 谢谢 好秘书长请回 我们接下来请游美女委员 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 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 大家早安大家好 主席我是可以请李秘书长 还有这个陈次长 好请李秘书长跟陈次长 李秘书长还有陈次长 早 今天我们要处理这个没收的这个部分 那这里呢我想要请教的就是 在今天所提的这个版本里面 其实就是有对于这个133条 我们在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 有提到说可德伟证据的这个部分呢 要把它排除掉 就是说除德伟证据或是经受扣押标的 这个权利人的同意外呢 要经过法官裁定 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说 这个刑事的这个没收呢 跟几级不能够没收的这些的代替处分 那他其实呢就是他也是对于人民财产权的一种限制嘛 所以他对于这所谓的法官保留 以及所谓的正当的法律程序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呢今天要对于这些所谓的 不管是他要没收或是说他得以 就是不能够没收的一个代替处分 那把这些所谓的供或是预备供犯罪所得所用 所生或是所得的这些的 就是犯罪所用或是犯罪所生或是犯罪所得 跟刑事违法行为 有密切关系的这些人民的财产 要去扣押的话 那原则三应该要保留嘛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法务部也一再强调的说 那这样子如果全部都要有法官保留的话 那这会影响到我这个办案的这个速度或是什么 那这里我想要请教这个法务部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从这 因为事实上在这个条文里面呢 其实也都有提到 就是说如果你是在紧急的情况的时候 事实上是不需要先去拿到这所谓的扣押的裁定嘛 我就直接先扣了 那事后的话我再去承报给法院嘛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说 是不是紧急或是不紧急 因为我们在讲说 今天呢我在这个现场看到这些的东西 如果算已经不是在搜索 搜索的这票里面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必须要把它扣 那我又要到法院再去申请 那这会可能影响到我这个速度或什么等等 那这里就属于是属于急迫的情况 所以我当然是事后再去报被就好 那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急迫的情况 那我还是可以去申请扣押票嘛 这扣押的那个裁定 那我不晓得说法务部您的看法 这一部分的话 因为有紧急与否的话 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那如果说在实务运作上面呢 对紧急会紧急的话呢 会有不同的概念 那比方说我现在看到的是一台电脑 那你下个指令离离掉 马上几秒钟就完美没有了 我还要去申请 但是它里面的资料可能是不见得可以没收的 是可为证据 初步认为说是可为证据之物 我想也许列印也许是查购回来来比对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我还请你搜索 扣押票 而且不见得是紧急 但是就像你刚刚所讲的 这个电脑的资料 我可能这马上就可以离离掉 所以我当然是要把它立刻扣押 所以这当然是一个紧急的情况 不一定紧急 因为有的也许还要判断以后才知道说 这个对本案有没有关系 我现在讲的是纯粹证据的问题 那这样子这个部分就是说 你说紧急或是不紧急 它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那这个部分由细于法院来决定嘛 对不对 那这样子同样的就是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可得为证据 或是它根本就不能够作为证据的 那这个也是一样不确定的法律的概念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其实它直接是侵害得到人民 因为我也可以到现场去 我全部都扣押 我这全部都作为证据 可是事实上到时候呢 事实上很多东西是根本跟证据无关的 那这里所侵害的 这里就会牵涉到的就是说 我到底这所谓的 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的这个不利益 到底是要给检察官来承担 还是要给人民来承担的问题嘛 对不对 那这时候到底是说 好今天既然是要去对人民的财产有所限制 所以这里牵涉到人民的基本权的问题 所以呢在宪法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下 它其实是应该要法官保留 而且是要正当的法律程序 所以我们才会说 如果是对人身安全的搜索票 需要法官保留 那现在对于财产的部分 我们现在要去探讨 就是说 这个财产的部分 其实也是基本权的一部分 所以它也应该要法官保留 所以我们说扣押要经过法院的裁定 那现在刚刚就是像次长所讲的说 因为紧急或是不紧急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所以在这种情景之下呢 我们担心这样的一个不利益 所以我们说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宁愿 就说让它就是我可以就不用去扣押 可是同样的就说 今天我们用作得委证据 或是不能够得委证据的话 这也一样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那今天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我今天就所有的东西 我先去了 先整个都封了再说嘛 这反正都是当我证据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回去再慢慢的塞 慢慢的塞 可是这部分对于人民而言 对不对 可能这个东西你说 我今天怀疑这里面 电脑里面有一些的 都很重要的资料 对不对 可是我扣了 但是后来呢 发现说 里面根本完全跟本案无关 可是当事人 他今天因为你的电脑扣了以后 我可能整个作业 整个所做的 对不对 整个公司营运 全部都没有办法动了 那这样子一个 只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我的一个想说 因为可能有怀疑 所以我先扣了 我也不需要扣押票 其实我对人民所造成 这样的一个损害 当然我们说 你事后可以去救济 可是我对你这样的一个损害 我的事后的救济 总是对不对 很难去弥补的 所以在这里就牵涉到 就是说 如果可以用这种 所谓的紧急的方式 来处理紧急 或是不紧急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界定 跟说我今天认为说 我这个就是得委证据的 我就不需要经过扣押 这样一个不利 把它归到人民 到底哪一个孰重孰轻 是不是要去考虑一下 一般来讲扣押物 就是扣押的标的 未必就是财产 有些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的证据 不见得是财产 通常会扣押到财产的话 可能就是耳后会没收的 才需要扣押 比如说它的动产不动产 现在我们比较强调说 有些证据的话 它是表面证据 但是它有效 有没有用 不知道 就跟我们搜索一样 我们搜索也有无票搜索 就是那个88条之一 当时也是对于说紧急搜索 紧急搜索要能够重延 不然会反而侵害人权 我紧急扣押 如果太腐烂的话 也会侵害人权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是说切割成两段 可以认定的 假如说言先是证据 一要没收到一定要申请令状 否则将来会涉及到证据能力的 或是不能没收等等这些问题 但耳后法官也许一之前的没收 那另外一套的处理 那如果刚才司宛也提到说 人言而不足 我现在大大小小的一张纸 我也要去申请扣押票 那对于法官饶费 那是不是更糟糕 那因为人言也不可能无限上纲 所以我们是综合来看 那我们对于这个一般证据的扣押 142条也有规定说 无留存必要均盖发法 我们行政发法也有这个规定 以供检查检验等等这些 我们可以用行政规则来约束 那将来有作为救责的依据等等这些 我想这而且416条也有抗告 准抗告 刚才委员有指教过 事后可以审查 事前我们可以用约束的方式来处理 我想应该对单纯证据这一块的话 比方说开庭他提出来给我一个资料 当然他经过同意没话讲 但是有的说我不行啊 我要账策我不给你 那我就必须扣押 类似这一种的话呢 可能会有不同层次 不见得每一个都侵害到财产权 我想都各有利弊 只是说当我们在立法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去权衡说 这些的一定会有一些不利益 到底要归谁去承担的问题 那这部分我们希望说 等一下在修法组条的时候 我们能够再审慎的再去评估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关于这所谓的今天曾委员 曾明曾委员所提出来的 就是说对裁判确定之后 然后才发现了 我要单独宣告没收 那当然这个部分会牵涉到的 当然就是说在一般人民的感情 会觉得说 这个本来就应该没收的 你为什么没有没收 即使判决确定 反正我们就说 这个所谓的黑心钱 或是账务本来就不管怎么样 当然违禁物是绝对不管怎么样 都要没收 可是今天是这种所谓的 犯罪所得 那这个部分你在 就是说在这个整个一个犯 说实在的 在从侦查开始 一直到判决确定 其实在我们整个审理的过程里面 其实就经常都长达数年 那在这数年当中 都没有去发现 那等到判决确定了之后 我再发现然后再去扣押 那这个如果又没有期限的话 那真的会是没完没了 就是说我的案子都已经确定了 可是哪一天又突然说 你哪个财产是属于这个当年呢 哪一件这个十几年前 或二三十年前的 哪一个案子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犯罪所得 那我要来跟你扣押 那人民真的是处在一种 坐在一个火山口 或是不定时的炸弹 我不晓得说什么时候 哪一天会飞来一个说 这个是哪一个案件里面 然后你这是属于 那一个人的犯罪所得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会不会扩充的太远 那另外就是我们对第三人的 那个部分的话 我们去讲说 你对第三人的这种 所谓的犯罪所得的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有所谓的客户条款 在里面要去检视 但是在这里好像又变成说 我不需要那些的客户条款 我只要是在这个判决确定之后 我就可以直接又再去 单独宣告没收 是这样的吗 第一个呢 有关于犯罪所得的话 还是跟前面我们修正 三十八条之一的 犯罪所得定义是一样的 不会有另外的 另外我们这里提出来的是说 有罪判决确定后始发现 恶后发现的 之前的话你自己不发现 你自己认定不清楚的 那这个就不能不可以 是恶后发现的 没有错 那这里是 它还有时效的这个限制 不是说永远存在 不是说无限期存在 所以你会定有时效的 因为在这里现在目前看不出来 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 时间的一个限制 那另外的就是说 你恶后始发现 那这里会不会变成是说 今天检察官的怠惰 你应该去发现 或是法官的怠惰 你应该去发现 结果你都不去发现 因为这里就是这样定下去之后 会不会变成说 反正这个不利益 是光在人民那里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 我这个检察官或是我法官 反正那个部分 就以后慢慢来再说 我今天就只辞去审理 我这所谓的违法的事实而已 对于那个犯罪所的部分 不要叫我说嘛 欢迎你什么时候发现我都可以嘛 对不对 所以这里是不是 因为说实在的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 经常人民对于这所谓的这些 所谓的公平争议 往往是在于说 整个媒体在怎么样的报导 或是今天政府给的人民 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所以经常的就是说 有时候是因为检察官或是法官 自己的怠惰或是疏忽 而造成这样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实际上会掩盖这个部分 然后去向人民讲说 你看嘛这一个人这么可恶 然后这些黑纤情在他那里 结果竟然法律规定说 不能够把他没收 然后激起人民的一个愤怒的感情 可是事实上大家有没有去看好说 那这些东西 为什么没有在这整个审理的过程里面 去发现 对不对 那这些应该处理的这些人 他有没有独止的问题 所以这部分就是刚刚顾委员所讲的说 在我们这整个一个司法的审判的过程里面 所谓的这个究责 对不对 我们今天审理的过程 就像说我今天起诉了 最后判决无罪 把人折腾了半死 然后整个家庭都完蛋了 但是没有人需要负责 对不对 或是今天把人家折腾了半死 到最后 当然不是说你今天起诉 就一定要判决有罪不可 可是这里是不是要非常的一个慎重 所以同样的这些 本来就应该要没收的东西 是不是在你这个所谓的 判决的一个侦查 判决的一个过程里面 就应该要去发现 而不是说这个部分没关系 反正这个判决确定之后 我还是可以再去发现 再去拿到 对不对 现在委员指教这一步 不应该的 就是说在侦查审判中 因调查可调查 而不去调查 那是司法人员的怠惰 那是因为有失职行为 将来要究责 这个我们同意 我们这里强调的是说 判决确定以后呢 已经进一些调查人士 之前调查人士 没办法发现的 耳后的 就跟我们那个再审耳后 那个发现有点类同的 类似的概念 所以我们这里是不是也要有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应该要有 再审的概念的精神方进 否则的话真的会有点容易说 我讨警躺着干嘛 对不对 反正后面了 这有给你这些的期限 所以我们希望说 这个部分等一下讨论的时候 能够在一些条件设定 谢谢 好 两位请回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周辰秀霞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 大家好 请林秘书长 司法院林秘书长 请林秘书长 谢谢 秘书长好 周辰秀委员早 我们今天要审理的是 我们组织法第14条的草案 征定草案 地方法院跟高等法院 强制处分法庭 它的理由是 为贯彻保险 扣押及其他刑事诉讼上 重大强制处分采取 法官保留原则的趋势与要求 秘书长请问你 有没有增设强制处分法庭的 这个必要性呢 要贯彻就是 大概就一般对于 强制处分 标准一致迅速处理 这样的一个期待 是有让专人来办理的 这个必要 你认为是有必要性的 贯彻法官保留原则 这个我是支持 但是如果强制处分 设强制处分专庭 有少数的法官 专门来负责保险扣押 以及其他重大强制处分 你觉得这样适合吗 所以我说 在目前的实务的运作之下 其实用专人来办理 也就是 我们在法院的术语上面说 专股 这样应该就可以达到 相同的一个目的 不必说用到专业法庭 那这个案子如果通过以后 你觉得未来的规划 人力要怎么配置 这个可能就是人力上面 看你是通过是属于专庭 还是有专股 专股的话 在我们在人力调配上 是比较灵活 那如果是专庭的话 你要还种一个专业法庭的话 那势必人力上面要有所挹注 那这个也就要 因为司法院所有的人员 这个原额的总数 是受到国家总原额法的约束 那也希望能够突破 国家总原额法的上限 能够有足够的人力 来挹注到 这个强制处分专业法庭 所以你认为目前这样的人力 如果要设这样的一个 一个专庭 人力上会是不足的 是有困难的 我国实务上在非洗钱防治法 的案件当中 都是采取严格立场 课尊不能扣押 没收被告以外 第三人财产的成见 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制 第185号裁定就说 刑法第38条第1项 第3款第3项 明文规定 因犯罪所得之物 除有特别规定以外 以属于犯人者为限 使得没收 而公司为法人 有独立之人格 与权力能力 公司的财产 与股东或负责人的财产 各自独立 所以公司的自然人 股东或负责人 因为犯罪行为 为公司取得之物 在法律上所有权属于公司 非犯人所有 不再得没收之力 所以以几个例来说 就远雄的赵董事长 行贿案来说 他行贿但是受益的是 远雄建设公司 这样的话可以扣押 或者没收公司 因为行贿而增加的利益吗 这个在以往的刑事诉讼法 就是104年的 这个12月30日 修正以前的刑法的规范 就刚刚委员讲到的 这个38条的规定 是没有办法去没收第三人 就被告以外的第三人的 因为犯罪所获得利益的 这样的财产是不能够 但是修正以后 现在大概7月1日要施行的 这个刑法 就可以没收第三人 因为犯罪而得到的财产 新设的刑法吗 对 新的修正的刑法就可以 因为刑法已经脱离刑的概念 是有一点准不当得利的 那种横平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 也就是说任何人 都不应该因为犯罪而获得利益 那这个所获得 因为犯罪而所获得利益 都应该把它没收 没收已经脱离 传统的那个刑的概念 而来的 是 因为我认为 不能够拘泥于被告以第三人 在法律上为不同人格 因为这样是鼓励以助长犯罪 也对解决扣押跟没收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没有帮助的 那我们今天审理的修正草案 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吗 是可以 这个就是一个 因为刑法的修正 那我们以往 因为没有这个相对应的 有关于扣押保全 这一部分的规范是比较不足的 那为了 同时也因应刑法 这个有关于没收这个法制的 一个重大的一个变革 所以有这个 我们提出来 就是就有委员们提出来 有关于刑事诉讼法的 相配套的措施 另外这个修正草案 第131条里面规定 必要时得扣押第三人的财产 我支持扣押犯罪嫌疑人 与因犯罪而受益的第三人财产 但是被扣押财产的 善意第三人 有没有程序上的保证的设计 有 所以扣押是对于人民财产的 一个重大的一个处分 那当然 所以我们司法院是主张 要采取法官 相对法官保留 也就是说 你要扣押 这个检察官这边 要扣押第三人财产 或是被告的一个财产的话 那你必须向法院来取得 这个就是扣押的一个裁定 那这样的话 对于老百姓的财产 才有一个保障 同时也符合宪法 保障的重大处分 应该要采取法官保留原则 这样的一个宪法的要求 因为第三人不是只有证人身份 他也是被告的身份 第三人就是 我们讲的第三人就是被告以外的 这些人就是第三人 那范围非常广 所以他应该也要有陈述的意见 有 就是让我们这个整套 这个设计里面 像顾委尤其是顾委员提出来的 这一个里面 有让第三人参与这个程序的机会 这部分是完全新的 这样才可以维护到 他程序的旋律 而且我还要主动通知他 如果万一检察官 要没收他的这个财产的话 还要主动他 让他有这个 参与这个程序的机会 那查扣没收犯罪所得 涉及人民财产权的限制 自须遵守宪法所揭示的相关原则 但是对扣押没收这些金额数量部分 也应该要恪守那个比例原则 避免人民的合法财产 就像我们刚才 游委委员说的 一些财产的权利 遭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 针对防治诈骗案 我认为有两个关卡 我们必须要锁紧 就是积压跟 积压防治防淘制度 跟扣押犯罪账款制度 这两点应该要 确实把它锁紧 这样才可以有效的贺阻诈骗案件 现在电信的诈骗案件 再犯的比例是非常高 在刑事政策上 是不是应该采取 预防性积压手段 这预防性积压 在理论跟学术上面 都有很多的讨论 有人认为是预防性积压 是有一点违背 无罪推定的一个原则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现在大概比较多数的一个主张 就是预防性积压 如果要做的话 大概应该限于 有几种形形 也就是重大的一个犯罪 牵涉到人生生命的法律 那电信诈骑的这一部分 好像还没有规范在内 有时候对一些 对一些非常 非常遏止的这一些诈骑犯 你没有对它采取一些 那个非常手段 有时候也是不行 对 不过电信诈骑难办是说 因为它通常那基地在海外 就是在国外 那国外我们在查证上面 就比较困难 那证据的取得困难 那你要法院要判 他有罪什么 那一部分就比较困难 而且通常查到的 都是那个最后的那个车手 这个就小咖一点的 真正的主谋的那些 躲在幕后 是不容易查到 好啦那明天就是要政党轮替了 所以民进党政府 现在已经在行政立法方面 取得优势的绝对优势 现在只剩下司法机关 才能够监督 所以我在此呼吁 是不是任命无党籍 或者反对党出身的公正专业人士 来担任司法院长 才能够服众 否则行政立法司法一党包办 我看这样应该会没有 没有办法发挥独立制衡的功能 这样台湾我怕会继续的向下沉沦 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 谢谢民俗长 谢谢 好请回 好我们接下来 因为由我本人质询 所以我能不能请周春明委员来替我主持 请对看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麻烦请法务部陈次长 请陈次长 明早 市长你好 明天政府就要交接了 那么明天以后您仍然是法务部的政务次长 那么所以呢 这个以下 我希望您能够在未来的法务部 包括跟部长共同研究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法务部的这个管理的国有土地 华光社区 华光社区的案子啊 在下个月 二审要宣判 就第一个就是那个 这个叫做对警察这个妨碍公务的部分 在104年4月8号有五位 因为对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时施强暴 各处机遇 之居易五十日 那么六月 要二审 这个是 法务部 就是你们的这个检察官 提起的公诉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对于这个 无论是不合法的 以你们的定义啊 叫做不合法的国有眷社 或者违战见户 那么部分不愿意配合拆迁的 你们现在提起这个 不当得利的诉讼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现在对这个 安置的部分 我们看到今天法务部 你们有一个发一个这个新闻稿 对于华光社区住户安置的作为 安置的作为当然不是你们的 依法不是你们的责任 这是台北市政府应该要做的 但是我觉得 当然这个不当得利的规定 也不是你们定的 但是你法务部 我们口口声声都讲的 叫做公平正义 我们是主持正义的行政部门 对于这些从日本时代 到我们这个国民政府 那个地方本来是台北监狱嘛 对 本来居立所变成台北监狱 那个地方是没有人要住的 谁因为住在监狱旁边 对不对 后来因为都市的演变 那个变成金华区了 从民进党执政的时代 就跟他规划 叫做台北曼哈顿 后来到了国民党呢 政党轮替说国民党 国民党叫做台北六本木 现在台北六本木也换地方了 那个地方叫什么 现在不知道 但是总之啊 因为都市的演变 一个没有人要住的地方 一个本来是因为城乡之间的移民 或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被国民党带来台湾的 这些外省的公务员也好 老兵也好 住在那个地方 不管他以你们标准是合法或不合法 但基本上他们相对于 我们讲的有一些 用了国家资源的 这些单位也好 企业也好 有权有势的人也好 我们大概都会接受 他是相对比较弱势 但现在是这样啊 结果变成这样 就因为我政府看那块土地值钱了 我现在要把它收回来开发 所以我现在跟你要钱 我们都讲我们叫做依法办事 我现在相对来说 跟你举几个例子 当然这个都不是你的业务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政务官 作为一个政府机关 我们要去想象 说什么叫做公平 什么叫做正义 我举个例子 这个都是在立法院 这个会期 在其他的委员会 有本院的立委提出了咨询的资料 你在这个 离这个法务部很近的国军英雄馆 台北国军英雄馆 一定在那边吃过饭 办过活动 参加过活动 你知道那个国军英雄馆 这个也是台北市的精华地段 军有社 跟国有土地 承租 这个国军英雄馆 然后的土地 然后他盖了这个国军英雄馆 然后做生意 开餐厅 开旅馆 做生意 他每一平 每一个月 跟国有财产署 承租的价格是多少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 报纸看过了 但我们也记得 忘记了 对 每一平啊 每一个月 是166元 是不是很便宜 是不是过度的便宜 对 对不对 对 那你比较 这个例子 你比较 在华光社区 现在我本来 不管是原来就住在那个地方 或者我没有地方去住 你要说他是占用也可以 你要说他自己占用了土地 盖维建也好 他如果有能力去住高楼大厦 他为什么不去住呢 因为他没有能力 有的在那边住了几十年了 现在我们要跟他追讨 五年的不当得利 有的是上百万 现在接受安置的数目 你们自己也知道 是少之又少 那比较起 军有社这个从过去 戒严时期 就享受特权到现在的单位 现在跟我们国有财产署 去租那块地 在总统府旁边 最精华的台北市的城中区 最精华的土地 每个月 一瓶是166元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救国团 你有去住过救国团的青年活动中心吗 或者参加活动吗 一定有的 在场每一位我想大概都去 住过各地的青年活动中心 我再举一个例子 救国团的在阿里山的青年活动中心 它有2500平 当然生意很好啊 对不对 你知道阿里山的这个救国团的青年活动中心 在今年以前 2016年以前 他每一年 要交给 这个 因为他那个是林地 交给国家的租金 是多少钱 您知道吗 你一定不知道 我只看过了 每一年 每一瓶 算下来 如果我跟你讲 每一年每一瓶交 8081元 8081.37元 你会觉得 便宜还是贵 便宜啊 很便宜 但是我跟你说 每一年交 8081.37元 不是每一瓶 是2500平 如果每一瓶收 8081元 每一年 你觉得很便宜 我现在告诉你 每一年 2500平 总共收 8081元 这样你听得懂吗 可能 那你换耍 换算每一年每一瓶 交给国家 这个土地的租金 交多少钱 交3.3元 三块三啦 一年啦 一半啦 然后他就盖了 青年活动中心 在那边大做生意 当然今年我看资料 这个被批评之后啊 修改规定 好像每一年要变成要缴48万元 一年之间啊 从8000元变成48万 那我们要不要去回头去追缴 救国团的不当得利 救国团的不当得利 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规定 去让救国团可以在那个地方盖青年活动中心大做生意 如果一年48万是合理的 那过去这么多年 每一年 就只缴几千块给国家 好我们当然可以说那是因为我们的规定 那定这个规定的单位 你要不要去补这个不当得利的国家 这个钱不是国家的 这个钱是人民的啊 对不对 因为你待乎職守 所以你让 这些特权单位 在那边享有特权 那你居然可以说 那我改规定算了 从今年之后我再收这个钱 如果救国团不该救国团缴 那你就是这个管理单位要缴 相形之下 对比来看 你华光社区的这些 不管是那个时候跟你们协商 然后他乖乖把房子拆了 他唯一的好处就可以不用脚不当得利 他可能也没有得到安置 他就鼻子摸了 住了几十年房子自己拆掉 流着眼泪然后就搬家 你们法国部可能唯一的资源就是 我出公务车去帮你搬家 或者是在那边死守家园不肯搬的 或者去那边生源 基于义愤去那边生源的团体 他们各自所面对的处境 政府不可以用一句话 说我依法就只能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不是理由 如果你们是主管正义的行政部门的话 法律依法规定你们可以怎么做 这个不是你们推诿 作为维护 甚至要改正不易 要维护正义的行政部门的责任 我希望明天之后 邱部长会上任 您会继续辅佐邱泰山部长 新政府 我们虽然不是行政部门 但是我们各自也协助了 我是说我了 跟我们的主席 协助了这个新政府上台 我们不希望看到新政府的法务部的作为 仍然跟过去是一样的 今天是519 明天是520 这一天之差 我们希望对台湾的正义 是一个分水岭 我们希望看到有不同 希望你把我今天的话带到 好不好 好 谢谢 陈志长请回 谢谢段委员 好 我们接下来请罗智政委员 罗智政委员 罗智政委员不在 请许淑华委员 谢谢主席 请主席邀请司法院林秘书长 法务部陈次长 好 请林秘书长陈次长 这样早 秘书长早 有人质疑我们被害人的财产法益 受到损害的时候呢 怎么可以没收我们的国库 那我先请教一下我们的目前的刑法 我们的规定呢 是不是都是先以被害人 我们先优先发盘 这个发盘 然后是优于这个没收的 现在的规定是如此吗 目前这一部分的规定就是 不是没有很明确 新法里面对这一方面倒是有 就有补它的那个规定的不足 可以说明一下新法的规定 现在是到底是哪一个会 新法的规定里面就是扣押了以后 没收了以后 没收判决确定以后 要对于被害人的部分 也可以优先发还 所以是在判决确定之后吗 是不是 是啊 要去判决确定以后才算 好 那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在这个审理期间的话 我们如果假设我们知道 它的这个金额 假设是来自于被害人的话 即便是还没判决之前 我们也不能够有去申请的动作吗 所以在扣押的时候 就是要谨慎 就是尽量避免 这个不必要的扩籍无辜 所以我们有主张 就是说这一部分 到底什么要什么物 可以没收的物品 可以作为证据的物品 要申请没收的话 这个申请扣押的话 要采法官相对保留的原则 也就是说要经过法官的审核 核发一个扣押的裁定 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把它扣押下来 因为毕竟刚刚委员讲的 对于当时 对于人民的财产法益 是一个重大的影响 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法规当中 假设是我们都由法官来做一个裁定 当然他会谨慎的去裁定 那假设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的一个做法 是有一些是已经没收到我们的国库了 那将来呢 这个民众 如果他拿到这个强制执行书 他是不是就是要向我们的国库 去申请呢 是不是这样 对就是将来就是没收这个执行以后的两年之内 由权利人或是因为犯罪 存在有民事的请求权 除了依法已经发还给被害人之外呢 其余的是一律没收 那不法的利得呢 纵然有扣到 但是呢 还是必须上缴国库的 对不起 所以我刚刚特别请教你 所以就是将来 我们在被害人拿到这个执行民意的时候 是要向国库来请求嘛 那么我们已经 那么他请求的这个过程呢 要如何来向国库来做一个请求呢 这个就取得执行民意嘛 要取得执行民意 这位法官大概他的资讯可能比较不足 他所根据的资讯是 我们目前所提出来的 有一些修正的草案 修正的动议里面 没有他指的情形 他大概就是讲的是以前 他有提到说国家可以大剌剌的将犯罪人 甚至地上人的财产 不问有没有被害人 直接用没收的名义 移转给国库的立法 所以我要请教两位 面对他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直接在媒体上投稿 你的看法是什么 刚刚你除了讲的他的这个 可能是他的法 就是咨询 因为我们已经提 根据这个也认为 他是针对那个去年 去年那个修法 刑法修正的修正前 那个的法案来提出来的一个质疑 当然他的这样 对于就法的这个质疑是对的 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质疑 所以有这个修正的草案产生 所以说我们不管是检察官或者在法官 在他们的资讯取得是不是完全是正确的 但是毕竟在第一时间透过公开的媒体去投稿 我想这个有时候我们必须也要去做一些的 这样的一个不是说对他做说明 只是说这样以公开性的在媒体上去揭露这样的事情 甚至对于整个立法院对国家都表达很大的一个质疑 那我相信这个法务部跟司法院必须要有一些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不管你们透过在你们自己的管道去做说明 或者是透过媒体 我想也不要让外界有对于整个 在我们的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不了解 好谢谢那我再来要请教之前有一个这个知名的水产批发商 这个鱼洋公司他因为篡改了这个冷冻保存的期限 然后再把它卖出去 那我们当然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饭店 包括的业界全部都受到很大的一个波及 那现在呢目前我们检方在侦办的这个刑法 用这个加重诈欺伪照文书 还有商品虚位标记等罪 那么至于过期的愚获 我们当然是违反的是食安法 那么受到行政的裁罚 那么新北市的这个卫生局呢 也是处于两亿以下的一个罚还 当然还可以让他这个勒令停业 那我要请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法 如果通过之后呢 对于类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黑心食品 我们有没有更有效的一个去制裁 或者是说有更严格的这个没收的规定 现在的没收已经就是不是传统那个刑罚的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采取一个准不当得利 要恒平的一个措施 对于理念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犯罪而获得利益 那所以这个范围没收的这个范围是比较大的 因为急于第三人 所以委员讲的这个就是说从没收的那个制度 从没收的这个角度来看 是应该可以比以往更为严格 就是说我们这个规定 我们现在这个以没收的来讲的话 我们对于旧有的本来就有一些的制裁的行为 那我们在定了之后对于这样子会不会有再更严格的一个规范呢 或者是参照就有的规定就可以了 这个就因为主要是新的刑罚的部分 就是被没收是扩张到第三人 到第三人第三人的那个财产 在就这一部分就被告本身而言是一样的 但是就扩张到第三人这一部分 是就范围更大 他可以比如说他因为这个被告而使得他的公司 因为他的获利是公司嘛 也许不是个人啦 是公司的话 那这公司的因为他这个被告行为 这个自然人 他的犯罪而获得的利益 这一部分是可以宣告没收的 那被告方面 也是因为他的他衍生的财产 因为犯罪所得所衍生的财产 那一部分也可以没收 所以范围有比以往要大一些 好 谢谢 我想请教法务部 前两天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新闻 就是台北市有一位何先生 他跟他的太太是一位孕妇 他在回家的这个过程当中 回到家发现有一名这个窃贼 那因为他当时也考量说 太太还是有孕在身 所以他本身又有学过一些的这个防卫术 所以在现场的时候 把这个窃贼就是压制 那么后来导致这个窃贼就不幸身亡 那关于这件事情后来在地院的一个裁定当中 是一过失致死判了三个月 然后当然可以医科罚金还有缓刑 那请我要请教您对这个防卫过当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刑法里面有正当防卫 跟紧急避难两类 那据说呢他的行为不能够过当 比方说他对方是个小孩子 或是说一个看起来就比较柔弱的 但是我就用刀子反而刺他这个就不对 很有过当 所以手段要符合当时的状况 这个部分的话就由法院来做判断 基本上不要过当 对因为这个就是说 这个已经是有判 也地院已经做了判决了 那当然他的理由就是用 就是说防卫过当 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当中 有看到这个何先生 他认为他当时是基于在 保护他家人的一个安全 而且又有孕妇 他当时对于地院这样的一个判决 是相当不以为然的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东西 当然在法官的这个自由新政当中 他的考量当中会不一样 所以未来我们在这个 这个叫做防卫过当的定义 就像陈如刚刚那个次长 你所提到的有可能是 这个可能幼童 那或者是说你使用的一些的 这个武器或者是这个刀具等等的 那但是他算是徒手 所以你对于说这个判决 目前看起来 你算是认同这个地院的判决吗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具体个案 基本上过去有很多例子是 正当还会我们没有认为说 他过当而起诉的 也有过不是说全部都 比方说过去说大车大 壮小车一定大车 这个都不见得对 所以在社会的观念上面 大家可能还要一些社会交易 当然我们检察官的部分的话 我们对于这种案件也要慎重 好谢谢 谢谢两位谢谢 两位请回 好谢谢这个徐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 徐永明委员 徐永明委员 徐永明委员不在 江启臣委员 江启臣委员 江启臣委员不在 李燕秀委员 李燕秀委员 李燕秀委员不在 蒋乃馨委员 蒋乃馨委员 蒋乃馨委员不在 刘世芳委员 刘世芳委员 中嘉宾委员不在 林俊县委员 林俊县委员 林俊县委员不在 吕毅臣委员 吕毅臣委员 吕毅臣委员不在 请周春明委员 主席我们有请陈次长 好请法务部陈次长 次长昨天下午 我们大概有在讨论嘛 吕毅臣委员 就是跟贵单位 我们有在讨论说 有关曾明宗委员提出来的 这个刑法40条的版本 那大家有讨论一个方向说 这个时效就是判决 确定后发现可以单独宣告 没收这些东西 有一定的一个时效 那一个方向是说要参考刑法80条的一个追诉权的规定 那我们看这个在没收这个部分 大概对就是40条之二 刑法40条之二新通过的这个法律 它是规定说 没收除伪禁物极有特别规定者外 预定80条规定的时效期间不得为之 那这条规定的立法意旨就是说 你犯了相关的个罪 那如果你已经超过了那个追诉权的时效 那没收我们就不得为之 除了伪禁物之外 所以这个是说 他的犯罪没有被追诉 那所以没有被追诉 如果超过一定的追诉时间 我们就不能再做没收 他的一个时效的一个规范 意旨价值是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我们是在这个 大家今天在审查的这个40条 我们如果要用追诉权的时效 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考量 一个有罪判决确定了 那我们还再来考量说 这个有关于被告 我们之前没有没收到的 有关于第三人 之前我们没有没收到的 我们还要用追诉权 这样的一个时效的概念 来放在这个条文里面 或者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 来放在这个条文里面 我想会有几个 有需要去讨论的 第一个就是说 像我们昨天在审的 刑事案件确定后 去养核糖核酸鉴定条例 我想它最主要的价值 为什么我们要去翻案 就是说已经一个确定的裁判 确定后 为什么我们容许翻案 为什么我们容许希望能够 透过新的鉴定的技术 新的鉴定的DNA技术 然后来发现 所谓的实实在在的真实 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这个条件之下 我们允许去推翻原来确定的判决 这个方向 这个价值 我想昨天在讨论的时候 大家都是赞同的 那因为它没有任何说 它如果这个照这样去鉴定之后 它不会去侵害 它不会去危害 所谓的其他人的权益 我想最主要的一个标准 应该是在这里 为什么再审 我们容许再审 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状况 那同样的我们来思考 这个没收 如果已经裁判确定后 我们对被告 我们之前没有没收的东西 对第三人之前没有没收的东西 我们还要来允许说 有一定的时效 一定的时间来做 可以来做单独宣告没收的话 我们要去看看说这其中的意义跟价值 还有可能性在哪里 我想讨论了这么很多次了 对我们念法律的人来讲 对我们长期在十五工作之间来讲 这个法条我们一看 就是违反一世不在理 但是事实上这样的法律原理原则 大部分的民众是无感的 他不确定说你法院判过的 为什么你的裁判安定性 你的继判力就这么重要 但是这个对我们念法律系的人来讲 对我们长期在十五工作者的来讲 这是我们的原理原则 这是确定的 那第二个 我们要去考量说 如果今天 被告当初你没有没收到的 第三人当初你没有没收到 今天被告他已经浮完刑期出来了 那他如果因为他自己去 有一些工作 有一些劳力所得 他没有办法去证明是他的收入的话 那是不是有可能 有其他的跟他有冤有仇 或者其他的管道 在这个时候说 发现他这个是他的认定 说是他的犯罪所得之物 去检举 去跟检察官申请 那检察官再来启动 这样子的一个调查程序 那对这个已经 已经浮完型的被告 我们希望给他一个争生的一个机会跟方向 这也是我们的制度 我们要不要去牺牲这样子的一个价值 另外还有第三人的交易安全 如果我们认为说 这个可能就是他的第三人的犯罪所得 但是因为在当时没有发现 那现在发现了 可是这个彩彩已经转了 会不会去妨害第三人的交易安全 这个是一个价值冲突 我们要支持你们法务部去办 我们要把所有的犯罪所得 都把他除恶物金都把他找出来 但是这是会有一个价值的一个冲突 在这个关键点上 我们要取舍说 我们要不要给被告一个机会 我们不要管法律上什么一事不在里 我们要不要给被告一个更生的机会 我们要不要去保护这个第三人 我希望说市长这个部分能够 我们来讨论说 现在你们所要针定的 在判决确定后始发现者 我要请教你 什么样的情况是在 有罪判决确定后才会发现 有的可能是早就移转给别人的 我们不知道 在所谓判决确定后始发现的话 这个要严谨 第一个要严谨 早就移转给别人 你们不知道 那是虚伪移转 那就假官不知道 包括法官也不知道 当然法官也不知道 因为发动权是在假官这边 那我们没有说要去苛责假官说 因为假官不知道 所以这个不确定性 就一直存在在这个裁判确定后 他永远 他当时不知道没有关系 他以后知道 他还是可以追溯 这样好吗 这一部分的话 是最主要是要剥夺他的不法利得 这个方向 这个价值 立法一直我们充分尊重 在这个委员会审查 我们一直往这个方向在做 那我要请教次长 什么情况下 你刚刚答的太抽象了 什么叫假官在当时没有发现 始发现到底有多好的情况 会在当时没有发现 然后有罪判决确定后才发现 比方说过去有例子像 我们集体个案而言 杨瑞人 他到现在为止 他的不法所得在哪里 他一件不吐实 他已经执行完毕了 执行到期满完毕 我记得是20年 但是呢 到现在追不到 假如有一天发现了 不过刚才委员指教的是 其实要说 因为我们用希望 那我请教次长 好 那如果确定是这个方向 那我们这个法条通过之后 要怎么去追 要怎么去查 或者之前 那个地检署 或者检查机关 曾经就这个部分去追查吗 以前 该追查 能追查 而不去追查 那是我们的错 那是我们的疏失也不见得是错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就不能不适用这个条款 要耳后发现 那这种 但是刚才委员指教了说 依照刑法的80条的追溯原实效 确实是太长 所以昨天我们回去以后 也有思考一下 是把那个时间明文缩短到 5年10年之间 这个我们等一下 主条的时候呢 再跟委员来报告 这个可以讨论 我们现在大家在审这个法案 包括早上 孤立雄委员提案的发言 包括油美女委员的发言 其实 大家都是在天平的两端 在做取舍 我们也要支持法务部 去办案 去打击犯罪 去把所有的犯罪所得都查回来 但是我们也要贯彻 我们法院 法官 或者是我们基本的人权的一个保障 我们最怕的就是误判 为什么费死联盟 要这样子的坚持 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天 我们是被误判的嘛 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是被误扣的嘛 对不对 对 没错 好 接下来我想再讨论一下 这个刑事专庭 那也请那个司法院的林秘书长 林秘书长 周委员好 司法院有提一些 就刑事专庭的设立的一些理由 那本席在看 其实第三点 法官新政容易猜测造成弊端 那当然这个尊重这部分的意见 但是我个人的实务上的一个判断 就是说今天 以前我们当律师的时候在职业 然后被告被假官申请羁押 那当然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今天值班的法官是哪位 我们大概可以从这个法官他以前审判的风格 还有他的一些判决理由 再去认定说他的价值 他对证据的取舍 或者他对羁押要件的判断 我们大概都可以猜得出来 今天这个被告会不会被压嘛 那如果今天这个专庭我想法务部有他的坚持 因为要打击犯罪 因为为了这个 然后或者像顾委员提的 我们的扣押 羁押或者是扣押 或者是搜索的标准要一致化 那一致化就有可能一个情况 一个风险 如果今天我们的专庭 这三位法官 是採严格比较证据法则来讲的话 那法务部可能申请的 讲官申请的可能很多件 他过的比例可能没有以前的高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比较宽松的话 那对被告对律师就是个风险 因为可能进去 这个强制处犯专庭 可能他被羁押 被搜索 被扣押的这个标准 他就比较松 就比较大 那所以说这个专庭 当然有他的利益 有他的方向 但是有这个风险 我不晓得说 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部分的时候 大家可不可以承受 大家以后可不可以承受这样的风险 这个专庭 如果照司法院今天提的 可能是半年 那这个半年 或者是如果半年这样轮动的话 是不是会调动过于频繁 如果半年的时间过短 那一年的话 这一年里面 这三个法官 或者这一庭或两庭的法官 他就决定了这一个地方 他这个被告或者辩护人 或者检察官 他们将来再积压 再扣押 再搜索的标准 是一年的时间 是同样的标准 我不晓得 我们是不是可以承担这样的风险 我们在担心预断 我们今天同样也在审查 这个法官的回避 以前我们念的都觉得 法官回避很难 我们的实务运作上 法官回避很难 可是近来这个场域我们讨论的时候 一般的人民他很怕你法官有预断 所以我包括你共同证犯 你承办过共同证犯的被告 你都要回避 因为他觉得你就有定见了 你已经有预断了 所以我不要给你审 那如果今天刑事专庭是这样的设置的话 我个人的忧虑 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那这个部分跟两位 这个主旗逝者讨论一下 谢谢 好 谢谢 两位请回 谢谢周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顾立雄委员 主席是不是先请陈次长 请罚部陈次长 现在提出来的刑法40条 就是由郑平中委员提出来的 刑法40条第四项的规定 就是说在有罪判决确定后 使发现者的单独宣告没收 这个有罪判决指的是被告的有罪判决 对 是 那就第三人的这个没收的部分 第三人没收因为他是负责 这个案子是说被告才有罪 第三人他不是有罪的问题 所以这里后面的没收就包括 判决有罪的被告才有后发现的 那包括第三人 先生的第三人 所以你这个要件的抓的点 是在被告的有罪判决确定后 那但是你对于可以单独宣告没收的对象 是包括被告跟第三人 第三人对 那第三人何以要等到这个有罪判决确定后 才要再被你来 这个被告的本案的有罪判决确定后 才要被你来说被发现的才单独宣告没收 而不是以他本身的判决 作为一个所谓启动这一个 所谓确定后这个时间点的依据 这两个的时间点 看起来并不会完全一致 对 没错 对 如果说这样 那这样的一个立法的设计上 至少我啦 我觉得这个专业的考量上来讲 我是怕定出去被人家骂 我只是说 那这样不是怪怪的吗 如果说在被告 因为有罪的是只有被告才有罪嘛 第三人不会有罪的问题嘛 不然他就变成共同被告 我们一般讲判决确定后 一定是指说你有再要怎么样的时候 当然是指对我的本案 那对第三人来讲 我的本案就是我被没收的判决 对 对不对 那被告当然对被告的判决嘛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两个的确定的时间点 不会一致的时候 可是你又发动的这一个对象 又不只限于这一个本案的那一个被告嘛 又对第三人 那你这样的时间点启动 光从立法的这个文字上来讲 这个文字我们可以也许用说明 这是第一点的问题 这是第一点的问题 我想这是第一点的问题 第二点 不管是这个被告的没收 在有罪判决里面并行宣告 或者是第三人的判决 他都现在都是用判决为之嘛 那司法还讲说判决有他的这个计判力 所以有一事不在理 或者双重危险禁止的问题 我想这个你应该也同意吧 因为这个是判决嘛 对 那你现在要对他再单独宣告没收 在判决确定之后 不管是第三人的判决 或者是被告的判决 都是属于对他不利的判决 对 所以等同是对他不利的确定判决 再申请再审 类似的意涵啊 那我们的对判决确定后 对于受判决人的不利益申请再审 我们有一定的要件 而且这个要件相对于对被受判决人的 利益的申请再审 要来的严格一点 那你们这样的规定 你们这样的规定 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原因就是说 都没有要件 都没有要件 跟委员报告一下 就是从理论上 跟我们司法实务上面 所谓双重危险禁止 一事不在理的话 是针对刑 刑就是我们总则所讲的主刑重刑 那因为我们的没收 已经从重刑拿掉了 那个市长 是的 即使是把它等同于是一种不当得利的概念 或者是等同于民事说的概念 判决确定后仍然有计判例嘛 你总不能跟我说 只有刑事案件有计判例 民事案件没有计判例嘛 所以如果你要比你民事案件的申请再审 那你要合乎民事申请 民事判决确定后的申请再审啊 这个案子他在原案里面 在原来那个确定案里面 他并没有审到这个没收的问题 如果原案里面有的 就不可以用这一条啦 原案里面有审做过的 那你这个就更有趣了 你说原案里面发现了A财产 然后后来判决确定又再发现了B财产 那到底能不能算发现 A的不算了 A的不算了 A的不算嘛 那B的啦 B的是以后才才才才使发现啦 市长您这样的法律概念蛮读到的 文字我们可以再让他再均确啦 我听不懂啦 我听不懂啦 你这样说吧 不要啦 这样讲笑啦 不要啦 说对第三人的没收 已经有一个程序 然后再进行调查认定了 那之后再发现有其他新的财产 你说这个不再属于原来判决确定 认定没收对他不利 已经认定的范围 然后再次申请对他宣告没收 不是对他等同于不利益的申请再審 我觉得这我很难输然想象啦 那我再问你第三个问题 那对于这样类似的立法力 德国的日本的 有没有类似的规定 德国有啊 有吗 有没有 没有啦 我刚刚也是在打询前 我也想说我怕这样 我就趕快再想办法 再进修一下 我看不出啦 我看不出德国跟日本有类似的规定 那德国日本为什么没有类似规定 那我们会有这么独到的见解 那么你要找一个比较立法力来 借参考一下嘛 不然的话世界各国都没有 你们怕出去被学者骂 这个是我们因为学者也跟我们提过啦 那是留哪一国的先的 我们在主条再跟委报好不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刚刚再综合一下 有罪判决确定后是对被告 那对第三人的有罪判决确定后 这个起算点 好像听起来怪怪的 那你这个要件上有问题 第二个 你这个没有任何 因为等同于是对他一个判决之后再发现 那么所谓的发现 在什么要件之下 构成所谓的发现 那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启动一个再审 那么对他来讲既然是不利益 当然有一个要件上的限制 市长 要站在人民的角度 讲一下这件事情 我们一般人民 我昨天已经讲了 DNA的条例 我们申请一个再审 千难万难 千难万难 那是烟狱啊 都千难万难 你对第三人也好 对被告也好 你说我随时发现 我就随时对你启动一个程序 的一个骚扰 还不晓得判决结果怎么样 大家不可以这样玩笑 第三个 比较立法力上没有的话 大家也不要随便这样夹 我觉得还是要对这个专业来负责 那第四个 那判决确定后 如果以这样松散的要件 大家才发现 刚刚邮委员也问到 那这谁的责任 你说我藏起来的 所以就不是我检察官的责任 也不是我法官的责任 反正人民是你刁民啊 你为什么没有让我找到 你都不用究责 也不用去那个 就说反正我只有一条 我随时可以发动 我随时就归足于说 我们就是要追查到底 我不用去管谁的责任 我也不用设定任何要件 我不用设定任何时间点 我也不用管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状况 反正我就是官啦 我就没有责任啦 不会啦 不会没有责任啦 有什么责任你告诉我 有什么责任 有什么责任 目前当然是贫贱 当然委员也提到过说 贫贱现在是不切实际 我将来对救责部我们同意 不好意思 市长我这个问题就问到这里 我们等一下主条的时候再说 我现在要问一下林瑞斌 林庆长 你那个法院 法院组织法的那个 那个录音带啊 90条之三啊 你的解释到底是散布公开播送啊 跟为非正当目的而使用 这三个到底是其一还是 只要为正当目的而使用 就不会被处罢 你的见解到底是如何 这个90条的播送 这个应该是货吧 是不是货 他散布公开播送 或为非正当目的使用 所以我只要一散布 我即使是有正当目的的 仍然要被罚是不是 是应该是 所以我只要公开播送 也不管我有再正当的目的 我也要被罚是不是 如果就条文的意思来解释 应该是这样解释 那当时 当时在 因为我没有参与最后的协商 我当时是一路反对这个条文啦 我当时还说你们要定行者的时候 我说我第一个去自首啦 那我现在问 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 人民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因为散布 播送 公开播送 而有可能不会被处罚 这个 这个是处罚条文定在那里 那对于法律 法律规定内容的解释 那么可能是个别案件 那一个公开法庭 的一个录音 那么 也 藉由这一个正当的程序取得了 那么 对于这样子的一种公开法庭的活动 就像我们立法院一样 我每天在这边咨询 现在就随时在直播 那法庭这样子的一种公开的活动 要让人民都完全的窒息 那为什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散布 公开播送的这样一个行为 会这么这么的估计 原因到底是什么 其实委员在这方面是专家 法庭活动的记录 是用什么样式 让人民来知道 其实各国的立法力上 应该是还是有不一样的做法 应该是有不一样的做法 有的甚至可以公开播放 在法庭开庭当时可以 可是有的立法力上 到目前为止 完全是禁止 我的了解 当时 我的了解 我的了解不一定对 如果是为正当目的而散布的话 或公开播送是可以被接受 但如果现在的解释是三则 只要有一就成立 也就是说 我不管你是不是为正当目的 当然不是为正当目的 我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为了正当目的而公开播送 也要被处罢的话 那我个人觉得 我会提案要修改这一条的法律 这个部分我们尊重大院的这个权责 谢谢 那你上次那个录音保管利用办法改了没有 这个我们已经 那个预告期间过 我们在千准中 可能这几天 这几天就会生效了 这几天就会生效 这几天已经 超过预告期间了 超过预告期间 谢谢 好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蔡逸宇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蔡逸宇委员 葡萄局次長 葡萄局次长 次长 葡萄局次长 那次长我们现在是针对 我们现在针对 沒有 現在這還沒 我們現在針對這個扣押 對第三人以及對被告的扣押 那我們基本上在這個會期中 不斷的在討論這些問題 因為基本上因為7月1號就即將要上路 那我現在想要請問的就是說 在這個扣押中 對被告在判決確定後 如果可以對被告的財產為扣押 這是兩年內 兩年內可以再扣押 或是對第三人的財產 那你們有很 要怎麼去運作 去定調 這個被告的財產 是在判決確定後發現 那如果在判決確定中 比如在二審判決有罪 他在上訴第三審 這個時候已經進入了所謂的法律審 第三審就也沒辦法再 再為事實上的一個攻防了 那在這個階段 檢察官要怎麼處理 這個判決確定後不是兩年內 我們現在那個時間可以再處理 那判決確定後 就強調那個開始的死 不過剛才顧委員也提到說 這個要怎麼樣把它界定清楚 那個如果是在判決確定前 已經存在的證據 就跟我們過去那個再審 以前存在的 我們就應該想那個 比較嚴謹的態度 那當然這部分的話 就是檢察官在申請的時候 在申請就必須要做 這個比較 要負極任責任 對 可是在這個時候 他沒有辦法進入程序 因為他現在已經到最高法院 他已經上訴到最高法院 那警察官就發現說 哇 我又發現了更多的 應該沒收的財產 我可以想像後來會變成 檢察官有時候變成 有一點投機 那我就把它放著 放到了判決確定後 放到了判決確定後 那我在透過現在的程序 再來沒收 那如果產生這樣的一個狀況的話 就是等於說 嚴謹的程序如果我不去做 那我到了判決確定後 變成一個比較寬鬆 比較容易讓檢察官去沒收 那等於這個沒收的財產 他就沒辦法在先前程序中 透過嚴格的刑事訴訟的一個檢驗過程 去確認這個財產的一個多寡 那變成說檢察官可以藏著 就是所謂的仰岸 對 那市長對這方面要怎麼去 去把它處理得細膩 不要讓人民好像現在跟檢察官的一個法律戰 而且這個戰爭是 是他 他是永遠是被動的 然後檢察官隨時可以去 要怎麼跟你倫敵 他都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委員這個指教我們再思考一下 那基本上不應該仰岸啦 不應該仰岸 我相信我們大家在這裡 我們是要推動一個良善的一個地方 因為要有公平正義嘛 我們不應該這樣做啦 對 只是我把它講出說 如果萬一有這樣的一個狀況出現的時候 那對這個被告也很不公平啊 對啦 因為這樣看起來好像判決確定後的沒收 比較輕易 判決確定前要經過審理程序啊 這個沒收還是要經過懷疑的這個裁定 這個要啊 是啊 是 可是是裁判啊 對 這個用判決他也用判決啦 對 可是他已經 他就會依附在之前的一個確定判決 這也就是剛剛很多幾位委員 他們去強調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中在處理上 就是打破了過去我們強調判決 要有他的計判力 有 對 那我們現在打破了這樣一個計判力後 開啟了這一道窗後 未來可以想像很多犯罪的被告 他會充滿著不確定性 縱使我已經被判決了 所以我認為說 未來7月1號開始運作後 事實上可能還會出現很多問題 到時候還必須做很多方面的微調 那我們也希望法務部可以正視問題 在未來如果有發現問題 應該調整的 就應該 就要立即調整 應該好 這部分是不是跟次長再次說明一下 應該要將就對 好 那我接下來再問這個專程的 那次長可以先請回 次長請回 那請我們秘書長 林秘書長 蔡委員好 民主長好 是 那民主長我想要跟你請教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在討論這一個 強制處分專程 那我看法務部的 法務部的 針對這個修正法案的一個意見中 不斷的去強調說 如果我們在刑事的一個刑事庭 再設了一個強制處分專程 有可能會造成法官員而的一個不足 那我想要請教秘書長 現行的實務運作上 法官員而是真的這麼不足嗎 確實也是人手很緊 因為從就是進來 就是這個法官法這個60歲可以退休的 這個條文生效以後 就有一點引爆這個法官的一個退休 退休 以往很多都是到70歲才退休 現在幾乎都是比較提早就退休 60歲很多一滿60歲 60歲初就退休了 那確實這個比例 退休的比例真的比以往高很多 對 確實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但是我認為說 因為我們現在所推動的每一個法律 都在 現在人民真的對於司法改革是很期待的 對於司法改革的期待 它會牽動到的 就是說我們期待的 所謂這個法院就是一個 不會充滿欲斷的一個公平法院 所以我們對於法官的期待中 就是說他們 他們在每一個環節中 都不會充滿著他對這個案件的一個主觀 所以我們去強調強制處分專庭的一個必要性 也就是說這個處理強制處分 處理到了積壓 處理到了搜索票 監聽票的法官 也就不會是未來審理他案件的一個法官 這對人民來說 至少我在未來 我在我的案件的本身 我要去質疑當時的積壓 當時的監聽票過程是違法的 他可以很大膽的距離力爭 那如果當時候決定要積壓 要搜索他的法官 他這個法官 又是他案件的一個承辦法官 民主長你覺得以一個被告的一個觀點來說 他多膽去質疑法官的一個程序上的一個錯誤 來爭取到了這個程序錯誤的證據能力的一個瑕疵 他基本上是不敢 不敢 他們寧可說我放棄了爭執這一點 來換取未來是不是法官 在我判決的時候 可以讓我取得一個 我相對比較想要的一個判決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會呈現一個司法的一個矛盾點 所以我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推動的司法改革 應該不要把總員額限制這樣的一個壓力 變成我們抗拒每一個修法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希望民主長說 如果總員額限制有需要檢討 我們身為立法委員我們也很樂意跳進來一起檢討 讓整個法官的環境是適合 他們的工作環境是不會讓他們工作量超窄 但是他們的工作量又正好可以跟人民的期待是符合的 所以我認為說這樣的一個專庭 確實是有它的一個必要性 我再跟民主長再報告 那當然我再講這個的時候 就會又跑回到了我之前在主張的法官迴避的問題 法官迴避 我先回答那個委員講的那個就是辦理強制處分的法官 就是強制處分的法官 對於本案的訴訟 就是本案後來有起訴的話 就是本案的那個 這個我們也主張 也認同委員的主張 就是說我們也在這個今天所提到的修正版裡面 就是說希望在事物分配辦法裡面也增加了一個規定 就是說承辦那個偵查中強制處分案件的這個法官 不可以辦理同一案件的審判事務 那就是回避掉了那個審判 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的一個 對 就是理念是一致的 對 那我希望是用專庭的方式來處理 因為這個專庭他就是24小時 因為事實上我看到很多在積壓的過程 他的時間都會在等待法官 因為法官沒有預見到說 哇 我今天有一個積壓案件 說我要趕快從我家裡趕過去 然後我還要閱讀 如果是一個專庭的制度的話 等於是這個法官 他們24小時的輪值 現在值班也是24小時 對 但是在遇到積壓庭的情況之下 我們常常遇到這種等待的一個狀況 我希望可以縮短積壓等待的一個時間 縮短積壓等待的時間 那民主長我最後再一分鐘 對 我還是要回到了我之前所提案的 這個 這個第17條回避 那我是很清楚的整理出 我很清楚的把這三年來 申請回避成功的案件 從高等法院 所有的高等法院跟所有的地方法院 在102年 在102年申請的案件有8件 駁回了8件 103年申請的案件有20件 駁回了20件 104年申請了32件 有32件駁回 一件是撤回 那在地方法院呢 申請了13件 駁回了12件 撤回一件 103年申請14件 駁回13件 撤回一件 104年申請77件 駁回76件 撤回一件 很遺憾的 我們現在雖然有申請法官回避的制度 但是這三年來 沒有一件成功 沒有一件成功 那我還是回到了被告的心態 當我要申請法官回避的時候 我已經認為這個法官充滿著 對這個案件的主觀跟預斷 所以我奪膽 我鼓起了勇氣去申請法官回避 在這個申請的過程 我已經無形中得罪了這個法官 但是我們現行的制度 法律的制度之下 沒有一件申請會通過的 每一件全部被打槍 這也是間接造成了 人民對司法 他在司法制度上 他覺得說這套制度 就是對我不利 就是我沒有任何去主張 我所期待 一個公平法院的一個架構 所以我今天 我們等一下如果再討論到這個時候 我認為說我在這個回避制度上 我還是會有所堅持 我希望說 這個公平法院的一個原則 可以透過法律的修正 讓被告他們可以對於法官的判決 不會已經預斷說沒有救了 他可以去窮盡他的努力 去爭取他應該獲得的一個合理的判決 所以我這樣來跟民署長來報告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民署長 我們接下來請 吳智陽委員 吳智陽委員 吳智陽委員不在 接下來請 柯建民委員 柯建民委員 柯建民委員不在 好 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 均已發言完畢 尋答結束 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或以書面答覆者請相關機關禁訴送交個別委員及本會 如果有委員提出書面質詢 我們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覆 好 我們現在先休息五分鐘之後 來進行討論事項 解僩倫項 休息五分鐘 綻找電話 7分 公 tendency 穩漫 1 1 1 2 2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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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 有关 我们现在 所以我们 市长 市长也请一边 感谢观看 那么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关 感谢观看 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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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对 那今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对 感谢观看 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是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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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第一个人 就是说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各自的這個態度也都反覆的說明 那我們能不能根據我們的這個 在會前會的協商的結論 我們不要講共識啦結論 能夠我請法治局整理 這個每一個條文的單獨的修正提案 那麼請各位委員簽字之後 我們下午來處理 那當然這並不表示 對於這個修正提案 包括司法院跟法務部跟各位委員 都不能再表示意見 但是我們能把程序把它稍微簡化往前推 我們就是處理修正提案 可不可以這樣 各位有沒有意見 來請顧委員 我想原則上沒有問題 那現在我記得昨天討論的時候 主要在於就是說那個刑法的40條 大概比較沒有花時間討論 那確實今天早上起來再看看 那個條文的問題還是 我必須承認我還是覺得問題很大 所以如果在這個中午的休息時間 法務部能夠再思考看看好不好 就是說有沒有什麼更好的這個條文 那麼就這一個部分好不好 好 法務部你要不要先說明一下 你們現在的 經過昨天的這個協調之後 你們現在的 希望提出來的版本是什麼 我們初步是在第三項修正的部分 是不是我們限定在判決確定後10年內 來申請 那這個大家檢查看看 你那個要件 那不過那個這樣啦 那個死發線我們可以說明檔裡面 就是跟那個 可以在說明檔裡面 像那個這個死發線應該是 剛才我提到說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債省一樣有新事實行政 類似這一種的狀況嘛 我們可以在說明檔裡面把它加上去 可不可以 這樣是不是我們 除了刑法40條之外 我們請法治局先準備 個別條文的修正案 然後請各位委員先簽 40條的部分我們等一下下午再來談 來 郭主長 我是不是照 那個昨天會前會的一個協商的結論 還有早上司法院跟法務部所提出來的一些修正文字 跟大家先做說明一下 請各位先拿到手上是寫 刑訴相關法案協商共識的那份文件 刑訴相關法案協商共識的這份文件裡面 在133條我們是原則上採固人版本修正 第六項 就是加上最後一句話是 不妨害民事假扣押、假處分及中局執行之裁封扣押 這個司法院跟法務部都沒有提出再修正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子 民事廳又要表示 不好意思齁 這個後面加的這個部分 原則上我們對於採固人版本是沒有意見 那更是因為後面要加這個後面這一段的話 我們認為有點不太妥當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體力其實我們看他38條之三 刑法的38條之三的第三項 他寫第一項之裁判於確定前具有禁止處分之效果 其實這兩條規定是相類似的 可是38條之三並沒有後面這些附加這些條件 那這樣子再增列這個有沒有是否妥當 會造成刑法就是墨收裁判的時候 他的禁止處分有沒有檔民事執行會造成疑慮 因為他並沒有一致性的規法 第二個就是說現在依照這個版本是說他不檔民事 可是還有很多國家公權率所為的執行 譬如說行政執行法 行政執行法的執行 那這個行政執行法執行到底有沒有被阻擋 這也不明確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回歸顧委員原來的版本就可以了 就讓他跟38條之三 第三項的規範一致就好 才不會造成兩個解釋上的提議 這個郭主長 如果你還要回頭這樣子的話 我不是不反 我不是反對了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往下走 我的要求就是 根據昨天的協調的版本之外 另外呢 剛才這個 我們會晤人員有提醒 你這個 共識的第六點 第三百十條 才顧委員版本 這個部分是不是要把 左列改成下列 這個等一下請你一併處理 然後呢 另外這個 刑法的部分 這個我們當然等一下才會處理掉 好 這個顧委員版本 38條之三 好像也有一些這個錯誤要做改正 好 這個等一下一併處理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 我再次說明 我們把 昨天有可能討論的 大家未必都滿意 但是我們能不能 先 寫成 這個 修正的這個 提案 好 那麼請各位委員 簽後 我們就針對修正提案來做討論 這樣子討論起來會比較簡單 修正動議 對不起 修正動議 來 尤委員 所以應該請那個保治局 把那個協商共識那一個 他今天分給我們的那個東西 把 依照每一條 就寫成一個修正動議 這樣子會比較清楚 是 那等一下請各位 看過之後 簽過之後 我們下午就來討論修正動議 那 其他部分就直接 大家看一下協商共識的部分 我們依照雙方的意見號 昨天的結論把它全部調整完了 那 剛剛主席特別提到兩點是 第三頁的括號6 第三百十條的部分 這個地方左列要修正為下列 另外 在2的刑法的38條之3 這個原來提案的版本裡面的 現行條文 跟修正條文可能有誤散的地方 因為38條之3 上次修正結果是 第三十八條之誤 即第三十八條之一 之犯罪所得 所以那個前條 應該是第三十八條之一的誤散 那這是在 第二個刑法的括號1的地方 那前面的 刑事式書案法的前面7個 都已經按照 昨天的結論 還有今天早上各自 提出來一些文字的修正 雙方部分上都同意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整理發 好 單張的修正動議 謝謝 好 就是即便雙方還仍有其意的部分 也寫成昨天的這個協商的結論 寫成單張的修正動議 另外呢 那麼刑法的部分 38條之3 那麼談到請司法院補充修正理由 這個部分請司法院要準備 另外剛才提到了40條的部分 也請刑法40條的部分 對於這個時期限的部分 要請法務部再斟酌 那麼有時間的話再跟各位委員再溝通 下午也請提出你們的版本 好 我們現在休息 下午2點繼續開會 各位稍請留步喔 我們有準備便當了齁 各位稍請留步喔 我們有準備便當了齁 天啊 天啊 很久遠 在這次會讓我們詐勞 你再搭訪一下 quindi就是自我 你們的操作 請就我 操作 在這次會兒 我們有準備一些 現在不妙一 compte 有很多場景 在這次會兒 你操作 在那次會兒 呢 今天 你的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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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提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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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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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現在以組織犯罪防治條例為例嗎 我知道 我知道 那個條文 我們以那個毒品危害防治條例來說 對 第十 毒品 先講毒品好了 那個毒品的話 他那個現刑法就是不問屬於犯人與否 那這表示說 不管那個第三人 怎麼樣的一個 不管他是不是 像我們現在的刑法38條 對於第三人的話 必須是他 請委員看一下 38條是說 如果是對於第三人的話 他必須是沒有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 我們講難聽就說 他是比較屬於惡意 他沒有正當理由取得或者是提供 那這個時候才要沒收 如果他是設善意的 我是有合法的 那個用買賣方式取得的話 那這是信貸利益保護的問題啊 所以在刑法裡面 他並沒有要沒收 可是在毒微條例裡面的話 你看他這些專攻製造 或者是用毒品的這些器具 不問屬於犯罪人與否 也說包括第三人 他通通要沒收 那也就是說 不管他是不是有沒有正當理由 提供或取得的話都要沒收 所以就毒微的條例這個部分來講 他的範圍比刑法38條第二項的範圍還要大 那要大的話要讓他復活 所以必須要在這一次修正的時候 就是重新規定啦 但是因為就把那個犯人 不管改成犯罪行為的也是符合我們 其他刑法種子裡面的一些規定 那也有這樣的修正 文字座修正的話 讓18條還有19條 在7月1號以後能夠復活這樣 那對不起 這樣我對於這樣的修正的疑慮是說 疑慮是說 因為他現在場面是一個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 那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應該屬於違禁物嘛 那違禁物就本來按照又回到刑法沒收 就是不問屬於犯人與否 都應該要沒收銷毀了吧 所以他 那第二個是有關專攻製造或 適用第一二級毒品之器具 這是一定是犯罪工具啦 那也是行種也有規定啦 就是剛剛副市長所提的 他其實會回到38條 就是38條的那個沒收物的規定 38條第二項是要屬於犯罪行為人者 所有 屬於犯罪行為人者 那是得沒收之 那在這裡的話 獨違條例第18條 他主觀範圍是要讓他擴大 所以才要透過這樣一個修法 讓 對 那所以我就一直 就是有的你們原來修刑法的目的 是要讓他包攬全部 那你現在說他要範圍比較大 那你一定是不是 要讓他文字上一定要屬於範圍比較大的 明確啊 那至少毒品 毒品不可能是範圍比較大嘛 所以你現在講範圍比較大這個事情的時候 然後那個就很不清楚 你一定要是說 你的沒收的範圍要比行種已經有的規範不足 所以你還要比他大 那你才要再特別規範 那如果行種已經有特別規範 行種已經有規範 然後一定是不管屬於犯人與否 一定是可以沒收 那你就不需要再重複規範 這是原來的意志嗎 不是這樣嗎 可是你現在這樣子規定 就會讓人家就搞不清楚說 所以我覺得你說你已經很明確的指示 我怪不得人家其他也搞不清楚 這個 就違禁屋這部分會跟刑法那部分會重疊 對阿對 如果這部分其實在刑法可以處理到的話 那看委員 我們覺得說把他放著的話 如果他也不妨礙 但是因為現在本來就是會重疊 如果說7月1號 如果委員認為說這部分 本來刑法的那個38條一項可以處理掉 我要把它拿掉 我們要處理的是專攻的 那個這些適用毒品的器具的話 是要處理的這個部分 沒收然後毒品是沒入銷毀 還是怎麼樣 也沒收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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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個是犯罪 兩個都同樣落入犯罪工具 那我 那我 對不起我再問一下 那19條為什麼要修正 我只是問一下 我只是了解一下 你19條的修正的意思是什麼 19條裡面把那個追徵那個部分 因為那本來總則就有規定了 所以現刑法 19條現刑法後端那邊 這個 如全部或一部分的沒收 追徵其教 那部分跟那個 這後段都是一個執行的一個手段 那在刑法裡面 在38條之一的第三項 那邊都已經有規定了 所以就把後面那個執行 不能抵藏 不能沒收的部分拿掉 那 扣押的部分 如果這次我們有 保全扣押也過的話 那麼 這一條 佐量扣押部分也可以拿掉 19條就不用啦 有還有交通工具 最後一項的交通工具 犯第四條之最所使用之水 入空交通工具 沒收之 要讓它復活 不然這條會被動 這一項會被凍絕 這一條算不算 總則裡面的 可以沒收的物啊 那你也要寫不限於被告 不然你不寫 好像也看不出來 換那個最使用的交通工具 不就是 不就是犯罪所用之工具嗎 就是也在沒收的範圍啊 所以我覺得你們這樣子 已經真的是讓我已經 已經不是很懂了 我可不可以跟各位建議喔 就是這個 剛才提到的這三個修正案 就是徐國文委員提的這個 這個提案喔 要明天才會 才會 這個交付啦 那如果明天 禁服二毒的話 然後協商的話 就在禮拜一協商的時候 一併處理啦 好 那我們可以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先處理第十條之三嗎 可以可以可以 好 處理啦 一併協商 一併協商 但是我只是建議法務部真的去 思考一下 那個你講的大嘛 你一定要是要大 你一定要是要大的那個 真的大才那個 不然的話又兩個又打架了 不是嗎 混在一起了 好我們第十條 中華民國刑法 施行法第十條之三 照修正條文通過 不是啦 你當然是要通過才有辦法協商啊 整個案子要去消誤協商 對啦 不要啦 那更馬 曾明宗委員 曾明宗委員要把那個 這樣的定案 做一個消協 我知道 好我們現在來看 曾明宗委員的提案 四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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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條的部分是 你法務部怎麼怎麼說明 法務部的說明就是早上講的那個十年嗎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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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啦你們唸一下 然後印給大家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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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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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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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观看 這樣子啦 這樣子啦 那個你們剛 我的建議啦 我一點粗淺的建議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個422吧 422吧 422是為不利益申請再審 跟現在的420的為利益申請再審是不太一樣 對不對 然後422的申請再審的要件是要發現 發現確實是新證據 就是沒有新事實了 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如果改成說 有罪之判決協定 因為發現確實是新證據 配合這樣子 可以嗎 我要做有一個有益的區隔 是說 我不包括新事實 我不包括新事實 那我也不去搭 搭現在420的新事實新證據 因為現在的 420的新事實新證據是中和判斷說嘛 它是包括判決確定前已存在 或成立而未及調查審卓 然後包括判決確定後 或是存在或成立之事實或證據 然後再回到第6款是 要單獨跟先前的證據中和判斷嘛 那我現在只是希望說 它就是回到422原來的不利益的部分 我一定要你有確實之新證據 這樣子 好不好 大家 五年齁 我是話說兩年啦 兩年哪有夠 兩年哪有夠 判決確定 從開始起訴到判決確定 可能過了六年 一般算算嘛 至少 再加兩年哪有夠 十分之二 懸命 三年多 加判決定 十分之三 停止 十分之三 破壞 十分之一 二 小瓶 十分之一 二 召喚 十分之三 二 小瓶 十分之一 五 四 三小魚 我們是覺得像這樣子我們舉個例來說 過去在7月1號以前已經確定的案件 如果我們是刑罰的話不會有問題 它如果有新事實新證據或是422條的確實新證據 再來開啟那都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是沒收的部分 它的所謂重新 第二條的重新 就是以裁判的死點來畫一個點 所謂的新法指的就是裁判死法 那我們現在就是變成說 它可以在這個新法生效以前 已經判決確定的 等到它新法生效以後 它再來開啟這個再審 然後開啟了這個再審以後呢 又因為刑罰第二條又重新 所以那是不是會產生說 原來不能夠沒收的 偏偏通通都可以沒收了 我們覺得這樣的疑慮非常大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那個但書 判決確定後遇五年者不在此限的 不在此限指的是哪一點 適用上也會有一些疑慮 現在剛剛已經有在講 就改成有罪之判決確定後五年內 在此限的那個死限是指什麼 不是啦 現在就是說但書不要啦 把它拿到前面啦 有罪之判決確定後五年內 應發現確實之新證據 是一樣啦 我們原來的疑慮還是存在 只是說五十步以百步之別 現在就是說在法律修正之前 已經判決確定的 那現在要不要讓它又再 適用新的法律的規定 所以那個部分要不要排除啦 那個應該要排除吧 那部分應該要排除吧 請問他 有點破壞 壺廣邨 你訂一個有點鎮 幾本 ��雲議員 那 莉 RS Heil Wheeler спис 小禮 �break 長 議員議員 國長 剛才郭委員講的那個文字的修改 你要不要再齊一個這個 寫一個修正動議 剛剛 石髮 我們現在因為又面臨個問題 他有罪判決肯定 應該是要指 因為現在五年嘛 那一定要是指那個新法施行後的有罪判決確定 如果你是在新法施行前就已經判決確定 那因為現在是抓五年嘛 所以有可能現在已經都判決確定的所有 剛才次長講了那個在施行法修在協商的時候再來修改可以嗎 但是你要修要怎麼寫啊 好 感谢观看 我是说 好啦可以再协商 但是为了备忘 我这边先建议改成是说 本条修正后 本条修正后确定之有罪判决 于五年内应发现确实是新证据 那我觉得 当然我不觉得我这个文字很好 但是我至少标志说 这个是要修正后才有罪的 大家不要塑集就对了 不然的话这个就不得了了 这样改下去 所以说定一个塑集既往的 不要叫我买死去 大家都会 所以就是说本条 应该说本条 本项 本项修正 我知道 我只是避免遗漏 那应该是说本条 应该说本条 本条修正后 本条修正后确定之有罪判决 于五年内应发现确实是新证据 主任有什么什么的 这样子好不好 那但书就拿掉嘛 这样好不好 那至少 不管后来有写上怎么样 至少他的条文是这样写的 再怎么样大家至少看得懂嘛 是不是好不好 我再念一次 本条修正后 本条修正后确定之 本条修正后 判决 什么 本条修正后确定之有罪判决 抱歉 本条修正后确定之有罪判决 斗点 于五年内应发现确实之新证据 然后斗点 逐任有第38条第二项 第三项之误 第38条之依第一项 第二项之犯罪所得 得单逐申请宣告没收 然后下面就没有了 但书就没有了 这样 我妈不停 这个õ达 超市 写上 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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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法治菌,寫一下 各位 各位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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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引用420的確實是新證據 而不是引用420的那個 那個綜合判斷下的新事是新證據 我再表達一下 不好意思 我們確定要通過這一條嗎 因為我覺得這個條文本身把判決確定這四個字打得一文不值 好不容易已經判決確定了 五年內又因為發現了 確實是新證據 也許是新證據 但是 是新證據 完全五年內 也正確實 已經十分為夥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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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在休息的時候我是有表達啦 因為這樣的一個條文 有罪之判決確定後 又發現確實是新證據 我比較擔心的是這個會讓 所謂的判決確定這四個字 變得非常的廉價 如果以一個被告的立場說 他經過了很久的訴訟工房 終於取得到了一個 也不是取得啦 已經有一個有罪判決 然後他也受到相當的一個處罰 那結果在判決確定後 發現了一個新證據 這個新證據呢 就是說犯罪所得 也許這個所得並不高 發現新的犯罪的所得並不多 然後又因為這樣 又因為申請宣告沒收 然後這個整個程序又重新開始了 那對於被告而言 我認為說在他的訴訟權的保障是不足 而且也有違背三審 我們被告就是應該要受到三審 那感覺說未來又跑出了第四審 所以這個在這個條文我是有疑慮 還有哪一位要表細節 或者我們等到這個 就是縱 有多少的情況 有多少這樣的案例 需要我們去推翻原來 來確定判決的效力 需要我們去質疑這個 一世不在裡的這樣一個法律原則 這個部分我是認為說 我們在沒收或者扣押保全 這個相關的法規規定之後 是不是相關的主管機關 在經過實務的運作之後 再來審慎思考這一條的必要性 或者是 因為現在扣押保全跟沒收都是一個心智 那還沒有實際上運作 那我們也充分尊重也支持說 法務部要在追 把所有的犯罪所得都追回來 但是至少我們在權力被告 或者第三人的權力保障上面 我們還是要有一定的堅持跟維護 請顧委員 我現在看他沒有急迫性 因為這個要等到新法施行後 才判決確定 然後在五年內 所以我現在也真的沒辦法說服自己提案 我覺得應該要思考一下 但就算要那也應該要有個周延的考量 因為這個不急 因為這個會適用的案件 一定是在7月1號修正後 然後再等到確定 然後確定大概好幾年 看起來應該不需要在這一次的 這一個 這一次這個7月1號以前 要急著通過這一條 跟其他的那個相關的程序 規定 保全的規定應該沒有 沒有那麼大的關聯性 那如果要修 那 就再提案 看看好不好 現在就我們用實例來講 現在就是說新法通過 7月1號通過 然後有一個案子呢 他就在新法通過的第二天 他判決確定了 那因為在新法通過之後 因為判決新法通過之前 那部分 可不可以對第三人的這財 發現有 發現那財產把他第三人那裡去 可以啊 看到他這個 怪怪的 這就 這就有點 這就塑及既往 對 他一路在適用救法 對不對 他 前面都是適用的 判決 判決 7月1號法案通過了 然後呢 再去追討他所有過去的 是不是有裁判到第三 那案子在最高法院呢 那最高法院是必須把所有案子 全部都發回 所以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是有很大的問題耶 法務部這部分是不是可以解釋一下 我們就用實際的案例嘛 就是說現在案子在最高法院 然後呢 對他 對 然後他現在就是7月1號通過 然後呢8月1號他判決確定 可是7月1號通過之後 對於他的所謂的犯罪所得 那那個犯罪所得 他跑到第三人那裡去 那現在最高法院在審理的時候 是不是必須要把這些案子發回告院 重新去追那個第三人的犯罪所得 需不需要 那法務部說明 那法院那時候判決的時候 我沒有任何證據要 可以認定有第三人的財務的 犯罪所得 跑到第三人 他有什麼立場要發回 我們是這裡都要說有第三人 不是因為在原來 我們不去追第三人嘛 所以你原來的 在審理的過程裡面 不會去管說這個財產 有沒有在第三人那裡嘛 那現在法律通過之後 你就不需要去追說這個財產 有沒有在第三人那裡啊 不是啊 那這就是因為你在這整個一個 偵查的過程裡面 不去管有沒有在第三人那裡啊 那現在法律通過了 只要在第三人那裡的話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去搜集這些的證據 然後再去處理 不是不是我現在只是在問說 我們那個所謂的要塑集 那現在好 就是說那你說現在不去調查 那現在等於是說八一號判決確定了 然後呢等於說明年我發現說 有財產在第三人那裡 所以這時候我就可以去依照這個 去單獨把它宣告沒收 那可是對第三人的單獨宣告沒收 我就不需要重啟那一個所謂的 參加訴訟 可是事實上沒有訴訟可以參加啦 因為訴訟已經判決確定啦 所以他就變成單獨 不是單獨宣告沒收你要不要 還是要有那個舉證的過程 所以還是有一個訴訟在那裡嗎 那 這個部分有 有沒有 沒有 這個委員 這個委員剛剛說 那個情形的話 是不是有塑集既往 在我個人來看 我是覺得應該是沒有啦 對那 不過就是剛剛顧委員 有擔心說是 7月1號之前的 如果是曾經在審判中的案例 那是不是 這部分要不要做區隔 我覺得這顧委員剛剛所提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到的 所以後來顧委員有提的這樣修正案的部分 我們基本上是贊同 那剛剛有幾位委員都分別提到說 將來 試用起來到底有沒有急迫性這一點 我們是覺得說 可能會有這樣的情形產生 在判決確定之後 有判決確定之後 仍然會有發現這犯罪所得 而這個或者是犯罪的工具 而這犯罪工具或是犯罪所得 特別是犯罪所得的部分 那這個要不要做一個處理嗎 我們法務部一直認為 這個是跟過去刑法的觀念是不一樣的 而且是有必要加以處理的 有必要加以處理的 所以我們才特別放在這裡 我們是覺得說 大家剛剛一再講說 這目前沒有它的急迫性 但是一個法律的制定 我們希望能夠越周延越好 如果這一點 我們現在應該把它放進來考慮的時候 其實我們既然在做修法的動作 應該就把它來做一個處理 這應該是比較好的 這應該是比較好的 那再來就是說 單獨申請宣告沒收的程序 單獨申請宣告沒收的程序 它應該是會有依著 因為它這之前有一個本案的判決 它當然是會依著這本案判決 所認定的一些基礎事實 來當作它認定的一個基礎 來當作它認定的基礎 所以在這樣一個處理的過程當中 基本上應該是不會重啟 重啟過去那樣一個 把整個過去那個程序再來一遍 並不會有那樣的情形 然後將它改為一段時間 過去這一項也是要看開 但是整個就是這段時間 我們要去看了 過去一天大家應該不會有 讓我們重啟過 我們現在的一個 我們要去看 我們要去看 我們有些能量的 我們可以 trotzdem 我們要去看 我們可以進行的 所以我們可以的 他可以在這裡 做參考 那請委員來做參佐 以上謝謝 各位同仁 我做這樣的建議 因為現在主席台並沒有修正動議 我們只有原修正條文 那所以呢 我的建議是這樣 因為這個案子 無論通過什麼樣的條文 都會進入協商 必然要進入協商 我們必須要包裹進入協商 所以各位如果沒有送修正動議上來的話 我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就照修正條文 通過出委員會 保留送協商也可以 我們就保留送協商 這條保留好了 保留送協商 然後請這個法務部回去 向新任的部長 請他禮拜一要過來協商 然後利用這段時間 法務部要說服各位委員 就利用這段時間說服各位委員 好不好 好 好 關於這個顧力雄 委員顧力雄等三十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38條之下 條文修正草案 及中華民國刑法施刑法第十條之三 條文修正草案 還有委員曾明忠等十六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 還有這個顧委員的兩案子都通過 我們現在就是說這個刑法四條就是保留啦 然後顧委員的兩案子通過 以上兩案審查完俊 並按擬據審查報告 提報院會公絕 那這個俊 党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一康說明 好我們接下來 都保留啊 就是保留啊 就是要協商啊 保留送協商啊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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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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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用偵查中 因為我們現在有關審判中並不是採申請制的啦 也就是說 不是採說有假官申請之後 由法院來裁定有關相關的強制處分的作為 不管是積壓啦 或者是其他的強制處分作為 所以現在限制的情況之下 當然不可能是 在審判中的本案的審判法官 不 跟強制處分的法官是不同的人 我想限制是不可能的啦 所以我想這一點法務部也不用堅持 那現在唯一剩下的一點就是說 現在 現在司法院是提了一個 司法院報告的徵修版裡面 那 意思是說 由刑事事務的法官來做 而且這一個法官如果做這一個強制處分的 那 申請案件的話 就不可以再辦 同一案件的審判事務啦 你們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但是這一個會跟這一個 來輪啦 但只是說 刑事事務的法官 他如果去輪到這一個 強制處分的案件的話 他的本案就 不能夠再審判啦 所以這個 這第一個是有一點距離啦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說 就是由司法院是 法院員額及事務的反檢來 排除適用的法院 也就是說 小的法院是 不用啦 那大的法院來用 那 但是這個的 但數的話 等於就是說 用語上面好像是略帶這個 略大的授權 好像比較大的一個授權 那 所以 到底要怎麼樣子 就是 呃 法院的原額跟事務的反檢 來排除適用 好像寫的不是很清楚啦 是這樣 那 那再來當然就是看看各位的意見 就是說 這個是要入法 還是放在事務分配辦法 那放在事務分配辦法 法務部的意見 大概會認為就是說 事務分配辦法可以隨時做修正 那放在法裡面的話 是比較具有 比較強的拘束力嘛 這樣 這樣 剛才 這個法庭去做 覺得這個會不會剛才 法務部提到的這個叫做求員兼裁判是什麼意思 然後 顧委員所說的說 不可能不由他們來做裁定 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不太了解 能不能再說明 呃 再跟顧委員來進一步報告 其實在今天我們所提 呃 今天的這書面資料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說 在說明裡面有提到德國的偵查法官 還有法國的積壓跟自由權法官的制度 他這裡都有令狀法官的先例 那另外奧地利的刑事訴訟法 以及瑞士的刑事訴訟法裡面 他其實都有提到這相關的一個規定 也就是即使是在審判程序當中 那法官他們要來進行強制處分的時候 仍然也都是由這個專庭的法官 專庭的法官來做審查 那不然的話 那你這個法官 他在進行審判的時候 你對他進行做了強制處分 是由同一個人來做 來做的話 這難免就會有產生說 是不是有一些預斷的情形 那這個是剛剛主席所提到的 我做簡單的回應 那另外就是 在要不要入法這個問題點 我們部裡面還是認為說 這個問題的話 大家都非常的關切他 那既然在處理上面 司法院應該就是人力 主要是關心人力的問題 那人力的部分 最主要大概就是離島的部分 離島的金馬跟澎湖 那是不是 如果說是離島的部分 是比較有這樣的考量 除了離島以外 那其他的 我們是不是仍然用 採取入法的一個方式 來加以處理 這才能夠 才能夠彰顯說 司法院對於這個問題的重視 同時能夠回應說 外界對於專庭法官的設置的一個 需求 那我做以上的補充 謝謝 主席剛剛說的 我稍微說明一下 你不要混淆這個主席在那邊亂講一通 那你德國有審判中 亂講一通 這個 卷證並送 那人一旦起訴之後 是整個卷跟人都移到了法官 那所以你就會發現 有個疑審的概念 人犯就是隨著起訴以後 就掉到法官手上 叫了法官 那法官就是原來審判的法官 他就要決定 不是採一個 目前審判中的案件 檢察官是沒有申請法院 就審判中案件 強制處分權的行刑 確實是沒有 這樣子是一個翻天覆地的一個禁地 謝謝 那我能不能做這樣的建議啦 因為我至少從昨天聽起來 好像似乎大家都會比較傾向這個 大概要設這個 如果能夠入法 是更有 所以昨天是希望他們能夠提出他們的門檻 但是沒有提出來 所以我能不能徵求各位的意見 就是我們這個 反應組法 徵定第十四條之一的這個條文 一樣我們這個保留 一樣是送協商 那麼希望 法務部如果你對於 剛才顧委員所提的 這個你們 對於 只限於偵查中 如果你們有意見 請你們再去準備好來說明 這個他所各位委員所提的疑慮啊 你們是不是有辦法解答 那我也請司法院喔 去就 希望 再看一下就是說 司法院的版本的那個 不是司法院版本喔 應該說司法院想要你寫在 事物分配辦法裡面的十三條之一的這個版本 那 把它就定為法院組織法的十四條之一 好 沒關係啦我是覺得保留送協商 反正這個必須要協商啦 好那如果要處理 這樣處理的話司法院去想一下 然後到這個我們禮拜一協商的時候 他們再提出來嘛 可不可以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的這個版本的十四條之一啊 我當然還是 當然我原意應該是要指 偵查中強制處分申請案件啦 那可能是不是要在前面加一個強制 偵查中強制處分申請案件 點 我建議 我們這樣子的定的理由就是說 實際上我們同意 如果真的要入法的話 我們同意設一個強制處分庭 那麼處分辦理的事務就限定在 那麼有關於刑事的強制處分的申請案件的審核 我為什麼今天不處理的原因 我跟各位也說明 因為今天法務部的首長不在 法務部首長請假 那麼剛才 因為我搞錯了 他是要先來然後再請假 那他請假了 所以我們反正這個 實際上效果是一樣的 我們如果今天保留協商 禮拜一協商如果通過就是通過了 那如果照 大家都可以談好 照司法院的這個條文 也禮拜一協商決定嘛 好不好 好 好 本案審查完峻擬據審查報告 提報院會公爵 虛交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 由召集委員段一康說明 接下來處理 蔡玉宇委員等17人擬據刑事訴訟法第17條條文修正草案 有兩個修正洞已經宣讀過了 好 我再說明一下齁那因為我們在上一次開會有去討論到說是不是用內部辦法來做這樣的一個達到實質的效果 但是後來因為研究的結果 在條文中過去曾經有過大法官178號解釋把所謂前審定義成下級審 也就是他是採取審計說而不是採取拘束說 而且說你如果要把共同證犯也納入在應該迴避的範圍 他還是要透過條文的法律的一個修正才有辦法達到這樣的效果 那用內部辦法來擬据的話 可能會超出了法律的一個範圍 所以我建議說這個案我們還是需要透過修法的方式來處理 那我們是不是就才由委員所建議的修正動議 那如果大家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是不在意門口就有私人的傢伙 我們是不在意門口正在提議哪 我們有見 Reed 會不會再 referral 我們是不在意門口的議員 我們是不在意門口就有什麼發放 我們有拍攝的照片 是不在意門口就有什麼發放 也有信心的訴討論 我們是不在意的 所以我們不在意門口就沒有更大 特別是不在意門口就不在意門口就沒有 如果在市場就有什麼的消息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大家好 有關於有委員這樣的一個提案的第八款 我們對於這個法官曾參與被告或關於判斷 其是否共同政犯之前審裁判者 這個部分是我們在上個會期 就大家有討論有共識的 但是至於這個跟審前跟再審前這個部分 我們上一次在這個委員會討論的時候 已經遵照各位委員的一個指示 唯請這個台高院通函我們全國的四十省法院 比照台灣高等法院十四分案要點第十點 就是原則上都要迴避 去這個落實司法院四字第178號解釋 除非是說這個法院他的這個事務分配有困難的話 才不用去迴避 那這個部分已經足以達到 由委員第八款所說的更審前或再審前 那這個部分我們覺得這幾個字 是不是可以就用我們的這個分案實施要點來取代 謝謝 對 那如果說 我們條文中就是拿掉更審前跟再審前 那更審前跟再審前的就是透過這個分案實施要點的修正 然後讓他完備 那這樣我接受 好 請問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來 顧委員 意見就是說 就不要微是不是 我一直覺得微 沒有啦 我只是有點文字癖這樣 好像覺得 我也是最直嗎 好啦好啦 我也是最直 好好好 我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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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審裁判者 八款 那我們原來法官在手上審的案子 可能就要打出來 所以這中間要不要有一段 對 例如說 我現在承辦一個案子 那我可能在這個原審呢 曾經判斷過 是不是關於其是共同證犯的案件 也就是說原來不用迴避 現在因為我們這個法律規定 它變成要迴避的 它案子必須丟出來 那這個部分可能 就會有一個 施刑期間的問題 要不要定 這個我認為就是它通過後 就有這樣的適用 對啊 就有這樣的一個適用 法術局提醒問一下各位同學 就是 本來就有 不得執行 有 這個 序文你們提到的 推適於該管案件有 左列情形之一者 它在這裡面 這上面有者 所以每 以下各款 譬如說推適為被害人者 這些者是不是就把它拿掉了 各位同學有沒有意見 那個 各位委員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這個案子是 比較高社會矚目 或是有爭議的案子 就怕說到底要不要迴避 是不是 如果說一翻兩瞪眼 它一定要迴避 那這個我們即刻馬上可以 可以處理 那但是問題是說 它可能是高社會矚目 然後又是很敏感 然後呢 到底是不是又有一些爭議的話 那如果說我們願意日景 我們是另外有一個 那個林廳長的那個 那個一定本來不矚目也矚目了 我們是提醒這個問題啦 知道的話是由法院組織法 第十七條至二的第三項 這個司法事務官辦理第一項 各款事件之範圍及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那看各位委員 我們尊重各位委員的決定 我們只是提出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提醒一下 這請問我 我們不應該會在那裡 看她的問題 我們是很大的答案 所以我們是來自發展 那是 有一個問題 我們是來自發展 的問題 的問題 很大的問題 那是 我們是來自發展 的問題 你不是來自發展 有可能是本來 已經清證的 然後換了法官後更不利啊 所以這種東西是一刀兩面 所以我想不用 現在先是不用去做一些假設性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認為說 如果這樣是這樣的修法 可以達到 一個性的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 我就要宣告了 我再一次跟大家徵求各位的意見 我們照有委員的提案 但是這個法官 所有的這個法官都不修正 就是維持原來的推示 然後 每一款的最後一個字啊 那個者 是不是把它刪掉 然後第八款 的這個 倒數第二行的 是否共同證犯之前審裁判 曾參與 什麼什麼什麼 是否共同證犯 之前審裁判 這樣有沒有意見 說完這樣可以嗎 好 推示於該管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自行回避不得執行職務 好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委員蔡宇等17人擬據 刑事訴訟法第17條修正 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審查完訓 擬據 不需要交黨團協商 因為討論時 由召集委員段一康說明 好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 散會 謝謝大家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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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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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